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工 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同学 特别问候赵小师叔 赵小学群 以及我们云赛商的同学们 又到了我们每周四 这个每周一刻的最快乐的时间 那么特别呢 我们云上现在这一千个席位 就如同是VIP的席位 大家早早的去办那个小凳子在等候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么很多同学都希望 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活动 因此这里面有两个二维码 左边的这个二维码 你可以少我们的读者群 那么加入进去 你就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不会错过 那么刚刚过期的这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六到礼拜一 我们是举办了第十届的1212论坛 那么所有参加的人都是大乎过瘾 是吧 我们试图帮助中国找到道路 帮助中国教会找到方向 也帮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能够找回身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重头的活动 比如说圣诞节平安夜的音乐会 还有跨年的第一道光前求祷告会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还会春节期间也会有活动 我们今年做了云上春晚 那么如果今年要做呢 那就是第二届 那么春节期间我们还做了新中华文明论坛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所有的这些精彩的活动呢 你就加入我们的读者群 当然如果有愿意的 你愿意加入我们收费的学习群 对我们来支持 那是我们最欢迎的 右边的这个二维码呢 你可以扫码 这个来支持我们的各项活动 各项事工 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感谢 好 那么言归正传 回到我们今天很特别的一个课题 从启示看自由 那我们每周一课的主打呢 是我们研创的生命经济学 我们关注生命 我们认为生命是稀缺的资源 是最重要的资源 也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探求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 如何追求生命 它本身的价值最大化 所以我们特别会从生命的角度 来思考各种现象和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探讨到了生命中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叫自由 这个比昂的歌是吧 黄家鸡 这个 他有一个 有一首歌 他的歌词里面叫 原谅我这一生不济放纵爱自由 那么这句话唱出 多少青年人就热 这个洒下热泪 这个我自己也不例外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是热血沸腾 那么多少年之后呢 依然喜欢比昂 依然喜欢黄家鸡的这样 他的声音 当然呢 这个认识呢 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这个课程 那我们这里的先抛出三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是自由的吗 大家想想 人是自由的吗 第二呢 人有自由意志吗 是吧 我们经常喜欢说的一个词呢 叫自由意志 人有自由意志 弟兄姐妹也喜欢说 人有自由意志 如何如何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究竟如何看自由 是吧 我们抛出这三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思考 那我们这个课呢 其实呢 并不是 这个听起来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有很多的小伙伴说 哎呀 听一遍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要听好几遍 同时我们的课程呢 常常也比较长 并不是说几分钟 这个碎片化 你就能够明白的 是吧 常常超过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都有 所以呢 不太适合那种 着急的 行修碎片化知识的 如果你渴望有深度的 独立的 比较系统的知识的呢 那你非常适合做 在我们在学习 如果你是比较着急的 这个喜欢碎片化的 是吧 知道一个结论就行了 我们这课程呢 其实不适合 另外它有一定的深度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骚老 这个也是要大家很认真 认真学习才能够深入进去的 那么我们先从案例讲起 是吧 这个先讲情况 然后我们再做分析 可能会有浅入深吧 案例呢 就是最新的疫情的乱象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礼拜 一个多礼拜是吧 这个国家呢 是从风控啊 一下呢就转向了放开 那么这个大家有点触不及防 所有的城市的全员的核酸检测 健康码 行程码呢 都已经下线了 那么大家当然很开心了 是吧 这个三年了 即使用尽全力 也要将他撕扯下来 不为别的 只为把这三年来 所有的煎熬 艰辛 愤怒 难过 统统撕扯一空 大家恨不得赶紧告别疫情 是吧 重新过好日子 同时呢 大家也盼着 觉得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出去玩呢 碰到的是什么景象呢 就是大家都羊了 现在北京可能有一半的人都羊了 是吧 这个所以大家也不敢随便出去 这个也走不动了 北京街头以前到处可见的外卖送餐员 几乎消失 因为大家要不多中招了 要不不敢出来了 所以呢 比风控显得还要冷清 那么餐饮呢 也都受不了了 北京卫生委员会称 周日有2.2万人到发烧诊所就诊 是一周前就诊之人数的16倍 对救护车的呼叫的积极飙升 上周五呢 是有三万一千次的呼叫 是平时的6倍 所以呢 就好像洪峰一样啊 突然就爆发了 大家开玩笑啊 说这个有人阳过啊 有人阳康啊 有人呢 这个阳了再阳叫王冲阳 说再过十天半个夜 满大街就是神雕侠里了 网民呢 是怒骂那些专家 为啥呢 因为这三年里头 有些专家说 莲花清瘟 是可以预防新冠的 还有些专家说呢 奥米克隆的致死力呢 是流行性感冒的七到八倍 有些专家啊 又说新冠感染者呢 会间歇性的排毒啊 后遗症长达几个月或者数年啊 还有个别曾经租政卫生部门的退休官员说 鼓吹病毒共存认是彻底的投降派的做法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转入2022年12月份以后啊 就在这一个多礼拜 各路活跃的专家们好像突然啊 这个都忘记了之前信誓旦旦的原论啊 他们的变异比病毒的变异还快啊 180度的大转弯 然后呢 为共存路线站台 那么这里头呢 就有这个中国前卫的专家啊 钟南山的说法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以前他说这个如何如何是吧 这个结果呢 把这些话 这个单独放下来都放在放起来都行啊 但是搁在一起呢 就没法看了 没法听了 12月7号之前只有新冠是病 其他都不是病啊 12月7号之后 其他的病呢 都是病 只有新冠不是病 可以在家自愈 那么钟南山说啊 感染新冠病毒好转后 就像打了一针疫苗 不容易再得啊 然后大家就说了 三年前你要这么讲啊 我都开上法拉利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可见啊 大家的情绪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人 大家就干脆这么说了 但愿世间无真有啊 否则明星两万年啊 把两个人都编在这个 这句话里头了 那么当然呢 还是有说真话的啊 很难得就就那么一个啊 他最近又说了一句真话啊 告诉小伙伴可能很重要啊 特别你现在吓得要死啊 或者到处买药的 也许你看到这句话呢 这个会镇定一下啊 他说99.5%的阳性患者 不需要去营验 紧缺的医疗资源 应该留给真正有需要的 0.5%的脆弱年老的人群 如果你不是脆弱年老的人群 其实你不需要啊 最好的神药呢 就是患者的免疫力 最好的神药不是这个药 那个药啊 就是患者的免疫力 供大家来参考 大一三年啊 真正稀缺的奢侈品呢 就是说真话啊 讲真话的人啊 我们努力做这样一个人 但是呢我们说啊 如果你骂这些专家是吧 这个其实呢 他们并不是孤立啊 在此之前啊 我们知道啊 这个58年的时候 钱学生同志啊 他写文章啊 说某场可以万金啊 认证如何如何啊 到现在也没有道歉过 郭莫诺呢 就更不得了是吧 他称斯大林是爹啊 然后更狠的呢 他称某某某是爷爷啊 那么更远的时候呢 我们说啊 1922年3月11号 百平学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 就是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始 3月21号啊 由李时珍 陈都秀 李大钊 汪精卫 朱之信 蔡延培 戴季陶 吴志辉 等为数77个人的学者名流 以该同盟的名义 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前国声援 那么这就是著名的非基督教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的背景呢 是近代中国知名大学 都是教会大学啊 都是宣教士办的 随着五四运动反对运动的欣喜啊 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 以文化入侵为由 号召青年能抵制基督教 当时的民国政府呢 通过这项运动呢 是取得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权 本来都是别人办的学校啊 闹个运动呢 然后就把他夺过来了啊 这也是最早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 大家耳熟难详的百大校长蔡延培呢 就是这样期待传教士成为校长的 蔡延培大家都对他很有好印象是吧 兼龙并包啊 这个多棒啊 是吧 但是呢 他其实就是最早的红卫兵啊 夺了拳是吧 然后呢 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夺拳打土豪啊 他就当了校长了 是这么回事 飞机运动呢 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转折点啊 也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啊 那我们就是从这场运动走到如今的啊 传教士们离开校园前呢 曾经以蔡延培啊 等了有一席的世纪性的谈话 是这么说的啊 大家好好听着 这边土地的民众并没有启蒙啊 我们正在对贵国民众做的信仰启蒙啊 正如我们文艺复兴之前啊 对我们欧美民众做的启蒙铺垫一样重要啊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信仰的启蒙是吧 没有基于圣经的启示的启蒙啊 你们搞那些理性的所谓的文艺的启蒙 是没杀用的啊 没有底层民众的启蒙 并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啊 只会有暴民革命 而你们接管已经打断了这一启蒙是吧 你们现在就落腾起来了 打土豪分田地啊 以文化这个为名啊 把这个学校去抢过去了 是吧 这不就是黑命贵吗 是吧 最早的黑命贵不是在美国在中国啊 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的敌人还没有出现呢 你们的敌人一旦出现 一定是以暴民革命的面目出现的 那么这些夺了权的这些 知识分子是吧 多年之后啊 他们经历反右啊 经历文革 他们噼里啪啦打屁股啊 那是活该啊 这是他们自己找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这些啊 有谁来反思呢 有谁来追究呢 基本上没太有啊 偶尔呢 我看到一位叫吴芳的这么说 他说试看今日中国的教育系统 他的中心何在呢 是在闽南大学 圣约翰大学 精灵大学啊 文华大学 天津大学 燕京大学 天啊 天啊 这个北京清华学堂和其他类似的在华机构啊 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精神和教会的直接成果 经历中国之教育 躺飞起源于耶稣基督啊 中国将处于何种境地呢 想必是在极度的一昧之中啊 那么这是引致呢 四川教育出版社 陶行之教育文集啊 陶行之搞教育的 说了一句良心话啊 他说这些呢 其实都是人家啊 这个耶稣基督精神和教会的直接成果啊 你们搞了一个非基督教运动 是吧 黑命贵 中国版的黑命贵啊 然后打土豪分田地 是吧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然后就把人家抢来了 是吧 同样的前面我们说啊 这个那个说点 说这个啊 疫情的时候 近胡说八道 是吧 那他们不也就是为了一点点好处吗 如果我们觉得只有中国啊 有这样的这个是吧 特别无耻的知识分子 无耻的所谓的专家 那西方就没有了吗 西方也一样 是吧 西方有很多的白种啊 中国的这些都也都跟他们学的 比如说肖不辣啊 他就曾经公开表示对列宁和史大林的好感啊 称史大林是所谓一流的费边社的主义者啊 那么这些啊 所谓的这个歌述啊 在这个追捧啊 都是令人作呜的 那么哈耶克呢 当然就批评他们了 是吧 这个作为保守保守主义者啊 这个也正好跟他们站在另外一边的右派啊 就指出他们是理性的致富 就这帮知识分子啊 太骄傲了啊 太在乎 太这个 他们的那个头脑了 是吧 这个 太骄傲了 在理性上的这种骄傲 理性上的致富 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果 但是我想来想去呢 这个哈耶克是我很喜欢的 是吧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位保守主义者啊 当然他自己不见得说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啊 但他的经济学 政治学啊 都是保守主义的啊 那么当然是非常赞赏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不够深刻啊 以其说他们是理性的致富呢 我想来想去啊 这个我觉得是罪性的自私啊 还不是理性的致富啊 他们并不是说智商有多高啊 知识有多少不是的啊 其实呢 说到底的是一种屁股指挥脑袋啊 就像中国的这些专家是吧 三年中他们一直在说这个疫情如何如何严重 奥密克隆呢 这个如何如何厉害啊 但是当政府改变了政策之后 他们一夜之间 他们的变异比病毒的变异还快啊 钱不改了 弄得大家说这是什么专家呢 是吧 这是什么人物啊 那我们说不 他们不光是这样 是吧 如果我们数了数了 是吧 这个我们数到成都秀那去啊 包括蔡延培那去 他们一路一个德行 是吧 这个更不用说什么这个前学生啊 什么这个郭木洛了 是吧 那我们如果又数算到肖不辣 那不得也都一样吗 是吧 那么他们仅仅是理性的致富吗 不是啊 其实这是罪信的自私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鸡蛋 是吧 这个我以前说过 不惜烧毁全世界的房子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好处啊 不惜媚子良心在那胡说八道 是吧 那么这个网民骂他们呢 实在是该骂啊 这是他们找的啊 他们有人去反思 有人去折骂是吧 有人去追究 这不是坏事 说明大家还没有失去这个记忆 是吧 还没有失去这种公平啊 那么以此同时的网民也在撸马官员 官员是啥呢 是吧 你看你搞了一个什么这个核酸 这个核酸的小屋 现在呢 马上就得拆了 是吧 变成废铁皮 你建那些方舱啊 医院有啥用呢 很快就变成破烂 是吧 第一个国家危害最大的 就是政府的错误解释 那么这个公民有没有权利啊 这个责备这些官员呢 当然有权利 在没病的时候呢 满大街都给你免费打疫苗啊 出钱请你打疫苗 天天免费喊你做核酸啊 现在呢 这个大家有需要了啊 又又不见能的是吧 这个要不就是啊 动态清零啊 很极端的 要不就是前面放开啊 这个就没有中间的过渡 有人说啊 要算六笔账啊 这个三年的烙记 嘎吵而止啊 该算账了啊 这个这篇网文呢 现在在网上特别热啊 提出要算生命账啊 有人跳楼 有人上吊啊 有人因为言误就医 阴阳两格啊 有人因为情绪崩溃 自伤伤人啊 更有产烈的火在转印车祸 这笔生命账要不要算一算呢 第二个要算经济账啊 动辄停工停产 无休止的前沿核啊 无休无止的前亿静默啊 多大的经济损失啊 第三呢 就是要算科学上啊 202111月9号南非 首次检测到Omicron的变异株 自此以后呢 迅速传遍前求啊 成为新冠主角 到今年圣诞节前后啊 世界主流国家就已经把新冠 视同是一场流感啊 采取有如有如我们今天一样的 共存策略啊 所谓的优化清零是吧 优化优化抗议 称Omicron呢 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啊 因为他是新冠疫情的终结者啊 那我们在干啥呢 我们的科学去哪了呢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啊 有着天花板专家组组长头衔的 吴真友两万年 前面我们说的这两位啊 公然罗制谎言 欺骗公众啊 肯定以触犯了刑法 应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后也要算法治账是吧 法治破坏殆尽社区大妈门卫保安啊 物馆通通被动员起来 充当执法先锋 部分地方甚至广泛招募社会 闲杂人言 用一系大白武装 以自愿者名义口弦天宪啊 言出法随啊 这个无法无天是吧 这个要不要算上法治的账 第五要算政治账啊 一场无厘头的闹剧 居然能够调动全部社会资源 令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 为之身心疲惫 一筹莫展 必然是我们的机制体制出了大问题 第六呢 要算良心账 闹剂 嘎人而止 并非病毒突然发生变异 也不是认知提升 观念转变或者良心发现 而是有人在坚定而大声的 为民起命啊 在当下的引进中 要想发出声音 要难发出声音 是何等困难 又需要何等的勇气 那我们说啊 这个公众啊 网友指责这些专家 指责官员啊 是头头是道 那么请问他们自己又怎么样呢 那我们猛心质问 我们看到的这个 有一个网友啊 叫卓九主见啊 这个人呢 在前一段啊 就在发微博啊 说再不解封 把你妈杀了 放老子出去 天天在骂是吧 哎 好了 终于把他放了 他又骂了啊 受不了了 发疯骂重庆啊 如何如何啊 然后又又又在批评 是吧 这个那你想想啊 网友网民也在左右互搏 是吧 你这个风也不是 放也不是 你究竟要怎么样呢 那我们看到 其实呢 理性的致富呢 不仅是专家 不仅是权力官员 是吧 其实人人都是一样啊 我们都有罪性的自私在里头 正如罗马书啊 三章二十三节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啊 每个人都是罪人 一个亿人都没有啊 大家都是 其实每个人呢 也都是屁股指挥脑袋 是吧 脑袋是听屁股的 然后呢 良心呢 其实是被利益所吞吃的 这个没有了良心 为什么呢 只有利益 那么我们请问 能有所谓的自由吗 那么自由呢 我们当然知道 这是中外热议的话题 这是大家心里边 这个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自由呢 我们可以从人本的角度来讨论 当然也可以从神本的角度来讨论 可以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 也可以从启示 也就是上帝对人的启示的角度来探讨 法国大革命能权先言 对自由的定义是这样的 自由呢 就是有权做一切 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 这个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 他已经转向无神任了 这个他不信神了 能够就把人民当神 所以呢 高级自有平等 博爱的旗帜 那么主张人的自由 第一条就是自由 自由呢 就是有权做一切 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如果你再仔细讲 如果我们从英文的这个 英文对应自由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liberty 那么这两个对应这两个概念呢 自由有多种含义 比如说包括他自由是一种权利 就你如果你不谈谈到权利 你就不要谈自由 这个是从liberty这个角度来谈的 指的是由宪法或者基本法 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者自由权 包括政府在内任何人 都不可以起诉 会以墨西有的罪名 击捕扣留任何人 这是人身自由 第二呢 把个人或者集体 从某些政府的私权利中解放 比如说奴隶主 父母伴侣金罚 异主自民家 官僚自民家等等 那么这个从这些人中解放呢 这也是获得了自由 liberty 还有呢 是尽可能以法律保障 以赋予相对应的义务 让最大多数人拥有 说出他们的原论自由 这就是原论自由 还有呢 就是自律意义下的自由 那第五呢 是人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 自主追求自己设定目标的权利 那么第六呢 在不妨碍他们 同等自由的前提下 个人应用自身和自身 所既有的能力 从事一切活动的权利 这是正义论 从正义论角度谈的自由 第七呢 是不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只要不危害旁人 你就不应当禁止 如个人的私有财产 隐私信息项 信仰 政治主张 嗜好 以及对他人有利的公共集国 有财产 价值观 但对于怎样界定 有严重的分歧 这也是道德放纵 和自立的定义标准问题 那么这个呢 有点类似于法国大革命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所界定的这个自由的概念 第八呢 是被 将被外国所侵略的殖民地 或者领土 恢复独立或规环 言有国家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自由 不既有性别意识思想 认为性别是对自己 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 这是性自由 反对政府和法律 主张无限私权 为所欲为 认为文明和制度 是对人的限制 甚至可以在能力范围内 任意互相的侵害 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由 从人文主义的自由呢 那就很多了 前面我们列了十种 那么二战中 1941年1月6号 美国总统罗斯福呢 是在国情之文中 提出过著名的四大自由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freedom of speech 就是言论自由 第二个呢 freedom of worship 就是信仰的自由 第三呢 就是freedom from want 免以匮乏的自由 那么最后呢 是freedom from fear 就是免以恐惧 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 我们比较熟悉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然后免以困滑的自由 免以恐惧的自由 总而言之 能有权利去追求 幸福的自由 那么著名的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的物理 美国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写过一本书 叫资本主义自由 那么他就特别强调了 这个自由市场 一个重要的理论 财产保护 自由市场 是自由 以及民主的必要条件 也是自由的基础 那么这个呢 非常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 还有一个著名的自由 自由学者 叫以赛亚柏林 那么他是个 这个犹太人 这个1909年出生于拉脱维亚 同年在俄国 见证过实业革命 后来几家移民英国 暂时的替英国大使馆工作 暂后呢 回到了牛津 然后呢 一直一生在牛津教书写作 大概因为他生活在一个 极权欲望 那时候呢 有一帮国家是追求极权的国家 另外一帮国家的 就是追求乌托邦 极形乱窜的时代 所以那柏林呢 始终坚持多元主义 认为信奉单一 真理和价值的教条主义 最终只会无情的 抹杀人类的自由 他一生的住宿呢 都是为人类的自由 与社会的多元价值辩护 1997年11月5号 这个88岁 在牛津以示藏词 那么关于自由的概念呢 柏林在1958年 在牛津大学发表了 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概念 就是大家右边看到的 这个封面 他在这边演说里头呢 他七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两种自由 那么积极自由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拥有根据自己的意志 以行为的能力 就是能够做到自我 主宰生命 并实现自身最深层的目标 一个拥有积极自由的人 可以说我是自己的主人 积极自由呢 也被表述为说 实现什么什么的自由 消极自由呢 就正好相反 就是我并不追求 说一定要实现什么 而是免移什么什么的自由 就是我不喜欢做的事 你不能强迫我去做 免移匮乏 免移恐惧 这就是一种自由 然后要言论自由 要信仰自由 那是积极的自由 所以呢 也就是两种自由 一种积极的自由 这个实现什么什么的自由 还有一种是消极的自由 免移什么什么的自由 那么积极自由 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误用呢 柏林就以卢梭的理论为例 指出卢梭的自由是危险的 卢梭的自由的理论 影响了法国大革命 那么卢梭理解的自由呢 就等同于自主 而自主呢 又等同于服从普遍的意愿 也就是说维护公共 所谓的公共利益的意愿 公共利益的意愿呢 就等于大家的意愿 那么就是人民群众的意愿 就我们经常说的 但是人民群众呢 其实是变成了大多数人的暴政 那么对卢梭而言呢 所谓的公众利益呢 是独立私人利益的 而私人利益呢 往往是自私的 公众利益呢 就是好的 但是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那种积极自由了 往往就伤害个人的自由 柏林就认为 高级单一的所谓普遍意愿 公共意愿 人民的意愿 把人民当成神 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这违反了 多元价值主义的原则 很容易受民粹的操作 那么再者呢 在卢梭的推论下了 普遍利益 起带了个人利益 个人应当为公众做什么 起带了个人实际上 希望做什么 疑似扭曲了 积极自由的 言出的意义 个人想做什么 也做不成了 你只能服从 大多数人的意志 那么柏林就指出 积极自由 这样呢就称了 以解放大众自由之名 行牺牲各人自由之实 所以呢 他对这种自由呢 是进行了批判 因此呢 我们想到了 自由的边界是人权 自由呢 只宜人权 你不能伤害别人的自由 那么在 如火如荼的 法国大革命里头呢 我们看到 这个人能以追求自由 自由挤得特别高 是吧 人民变成了神 然后自由呢 变成了最响亮的 口号和目标 甚至呢 他们没有了神 他们又杜撰了一个神 这个他们不要神了 是吧 不相信神了 然后他们自己杜撰了一个神 叫自由女神 自由引导人民 把自由想象成一个女神 是吧 引导着法国人民 引导着法国人民走向什么呢 最后是走向第一 走向法国大革命 人头滚滚血流成格 罗兰夫人是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革命家 最后呢 他被诬陷为保皇派 被处死 他被送上断头的钱 留下了一记名言 大家都知道 就是自由啊 自由 天下古境 几多之罪恶 是假辱之名行啊 是吧 都是借着自由的名 来行罪恶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世人真的是放纵不计爱自由啊 但是请问 有几人知自由呢 是吧 自由的棋子挤得很高啊 但是呢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是罪恶滚滚 那么我们放下这个所谓的人文主义啊 人本主义啊 从人的角度来讨论以及追求的这些自由啊 我们现在呢 转向圣经啊 转向上帝的启示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天书啊 呃 他跟所有的书都不一样 所有的书都是人写的啊 唯独圣经是透过上帝的先知和使徒啊 留下来的一本书 他就是神向人的启示啊 所以他不是启蒙 他是启示 我们中国人更需要启蒙还是启示呢 很显然 其实我们需要启示啊 不是那种狗屁启蒙是吧 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文主义的那些胡说八道是吧 这个大师那个专家把我们都骗惨了 最近一人又把我们骗惨了 太惨了是吧 我们还要说多久的骗呢 是吧 我们要转向神的启示啊 转向圣经的真理 呃 那么当我们谈到启示了 我们也再几个例子啊 今天你和哈佛的笑 呃 这个他的笑笑威啊 呃 那么他的笑灰呢 是这样的 这个上面有三个 有一个拉丁文字啊 是合起来实际上是一个拉丁文的叫真理 啊 那么呃 他把这个拉丁文啊 这个真理这个字呢 分成了三本书啊 但是现在这三本书呢 都是翻开的书啊 都是打开来的书是吧 啊 然后呢周边呢 也没有拉丁文啊 就是这今天的哈佛的笑灰啊 但这个笑灰的是哈佛已经世俗化 在今天哈佛也堕落了是吧 世俗化的哈佛是这样的一个笑灰啊 他就没有上帝的启示在里头了 但是我们说最早的哈佛的这个笑灰的并不是这样的啊 呃那么哈佛建立这个哈佛的是一个牧师啊 那个牧师呢叫约翰啊 哈佛啊 John哈佛啊 他的在哈佛大学他有一个他的雕像啊 他的雕像上呢 还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啊 这个徽章啊 呃上面是个盾牌啊 盾牌呢就是要用真理来捍卫上帝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捍卫神的捍卫上帝的真理啊 那么他在最早设计的是在1643年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上面是两本书是打开的啊 打开的就是新约和旧约啊 代表着新约和旧约啊 这个呃那么有一本书是关子的啊 啊你看到吗 这个下面这本书关 那关子是什么 就是上帝是奥秘的啊 就是我们上帝向我们启示他 是吧 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一些启示啊 但是呢如果他不向我们启示他 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他啊 所以呢呃上帝呢 我们是可以明白的 透过他的启示可以明白 但是上帝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所以我们要敬畏他 他是奥秘的啊 所以那个第三本书是啊 盖盖过来的啊 如果你仔细去哈佛啊 你还能够看到 比如说哈这个在哈佛纪念教堂的路口的上方啊 你看到也是啊三本书 其中一本是盖上的啊 然后在昆西街的哈佛院子的围栏上啊 这个围栏上呢 也是三本书啊 那个下面这本书也是也是关上的啊 然后这个在通往啊 这个奥尔斯顿哈佛士兵球场的门户上啊 下面这本书呢 也是关着的啊 另外的通往哈佛这个呃 广场啊 这个大门上方的那个啊 那个三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啊 下面这本书也是关着的啊 另外哈佛法学院奥斯汀大厅的外部啊 那么第三本书下面这么说很明显 前面两本书是摊开的 下面这本书也是关着的啊 然后呢 这个1991年亚特兰第四号航天飞机 第39次飞行携带了一面哈佛的旗帜啊 那么哈佛的旗帜呢 那么第三本书的也是关上的啊 那么最初的哈佛的设计的其实就是 这个哈佛的设计呢 他的第三本书就是关上的 那么这个呢 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啊 在他的里头啊 他的文物里面找到了啊 那么旁边呢 其实他还有这个还有拉丁文的字啊 是为基督及教会 也就是啊 这个为了基督及教会的真理啊 来学习 然后成为真理的顿白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当年哈佛的追求啊 就是第一呢 我们是理性啊 我们能够用脑子去想明白一些东西 去探求是吧 人的理性啊 第二呢 是上帝的启示 这个启示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 我们是不明白的 如果上帝不向我们启示他 我们用脑子无论如何想不明白 还有呢 就是理性和启示之外 还有我们更永远都不知道的 上帝没有打开的奥秘啊 所以奥秘的事呢 属乎耶和华啊 所以我们如果说到知识 我们可以分为理性的知识啊 启示的这种啊 这个智慧啊 以及还有上帝的奥秘啊 实际上是三个部分啊 那我们人呢 其实就是像如同在黑暗当中啊 我们要找到那个启示的光亮啊 那么这里边当我们谈到自由 谈到启示的话呢 我们首先回到1500年前的一场大争论 那么这就是奥古斯丁和巴拉丘的争论 那么他们探讨的就是自由啊 或者叫自由意志 那么罪人有没有真自由呢 人究竟有没有自由呢 是吧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在探讨 1500年前就有了一场大探讨 大争论 那么这两个人呢 是完全不同的人 就奥古斯丁和巴拉丘 一个呢是回头的浪子 回头的浪子是谁呢 就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呢 这个在公元前354年啊 那么这个出生430年的啊 公元啊354年出生 公元的430年啊 过世啊 他对罪以恩典的见解 是由于他深刻的宗教的经验 他在其中经历过很深的属灵的挣扎 曾经是个浪子啊 跟妓女住在一块啊 这个生活也很放荡啊 他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啊 然后为他祷告啊 这个很多次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啊 有一个这个牧师呢 就一直鼓励他啊 说用这么多的祷告拖住的 拖住的儿子终不至于前男跌倒啊 果然呢 这个某一天啊 这个奥古斯丁突然呢 就被圣灵给可以说敲醒了啊 振醒了 就像是保罗在大大马社的路上 被大光照了一样啊 这个马丁路德也有这种经验 是吧 他突然被离劈了啊 然后他以为自己死了 血都出来了 他说主啊 这个如果这次不死的话 你我就我就去做monk 我就去修道 修道院把自己献给你啊 他们都经历过这种神奇的啊 这种经历 超自然的经历啊 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啊 这个有一天他突然就是有一个声音 告诉他你拿来读啊 你赶紧来读啊 然后打开圣经的 正好读到一段经文 是有正对他的 不要荒烟细旧 不要怎么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哎呦 他就觉得上帝在对他说话 从此呢 他就摆脱了啊 这种生活的放荡啊 道德的堕落啊 也摆脱了他曾经啊 犹断陈尼波斯的摩尼教啊 然后呢最后呢 转向了基督教的信仰 这是一个在米南的花园中的一个 经过了极深的激动流泪 和祷告之后发生的事 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浪子 回头的经历 他就知道自己能够 是吧 能够信耶稣啊 那不是因为自己 自己的这个理性 不是因为自己的头脑 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良知 就是上帝把他找回来了 但是呢 柏拉就不太一样啊 柏拉就是一个苦修的道士 他是一个一位在英国的修道士 过着苦修的生活 以无和子哉的品格 信心温和 这个也许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使得奥古斯丁的那样的一段 非常痛苦的行修的属灵的经历呢 他就很难理解 他没有以罪汉衡 以及蒙恩的这种经历 他对在这块呢 他好像就是一个沉醉的门外汉 他不理解 这个浪子回头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能得救的开端的工作上呢 奥古斯丁就主张 是由于上帝的恩典 就是没有神把他叫回来 他永远在流浪 在罪的道路上狂奔了 而巴拉丘呢 这主张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严罪呢 就成为巴拉丘与奥古斯丁 争辩中最重要的问题 是吧 这个奥古斯丁说 我姓主呢 是主把我带回来的 我就是一个浪子 巴拉丘说 是我选择的相信神 我有自由意志 当两位创始人 彼此互相熟视对方的教导之前 这两种观念呢 最初他们是独立发展的 各自形成自己的思想 但是最后发现 跟对方是水火不容 那奥古斯丁的教信是这样的 他说人类呢 是有份于亚当的罪 亚当犯的罪 人类是有份的 因此呢 人人都成为罪人 从此呢 除了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之外 没有一个人呢 能够从罪里边挣脱出来 上帝呢 由他不可测的智慧 来检显一些人得救 赐恩给他们 使他们蛮有把握的白白得救 蒙捐献的人数已定 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价文主义 这个五点 所谓的易经乡 这个其实是从奥古斯丁来的 价文并没有创造这些教育 实际上都是奥古斯丁的 只不过后人呢 进一步提炼了 是吧 把他算在价文的头上 其实呢 这个是从奥古斯丁来的 奥古斯丁相信 罪使人类也没神 而必然导致恶 就是罪会生出恶来 所以人间有很多罪恶 是因为有罪人 才有罪恶 由于罪进入世界的结果 人就再不难行那根源于上帝的爱的真善 就是罪已经进到世界 人要活出真善来很难 奥古斯丁并不认为罪是一种积极之物 来认为是消极或者匮乏 或者缺乏的一种境况 是罪呢 上帝并没有创造罪 罪呢 实际上是人行不出善 这个上帝呢 这个教导人行善 人行不出来 那就是吧 那就那就变成一种恶了 罪的主要根源呢 是人对自己的爱 期待了对神的爱 就是自我中心 期待了自己爱神 人类失败的一般结果呢 大体的就可以从强烈的这种欲望 追逐感官的快乐 无节制的能力 以及灵魂的堕落上可以看到 人类始祖如果能证明他是圣服神的 他就会在圣洁的境况中得以坚定 他就会从不难犯罪以不死的境况中 而过渡到不可能犯罪以不可能死的境况中 假如人类的死子 这个在伊恋言里没有犯罪 是吧 那么就会从这个智慧 这个慢慢到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最后他就人类就不会犯罪 这个也不会死 这种境况那是多么好了 但是恰恰的人类的始祖犯罪了 结果他进入到了不可能不犯罪 以不可能不死的境况中 他就转到另外一种境况 这种境况他是不可能不犯罪的 他也是不可能不死的 那么借着亚当以及后裔机体上的联合 亚当将他堕落的本性传递给了他的后裔 奥古斯丁认为 前人类的都是由第一个人 也就是亚当所生下来的 因此实际上也在亚当里面犯了罪 人类并不是个别的被罪 乃是在机体方面被罪 那就是大多数的人在亚当里面 所生下来人性的机体部分 因此人性中的罪 就是每一个人的罪 由于人犯罪的结果 人完全堕落了 不然行任何属灵的善事 奥古斯丁并不否认 人的意志会有某种本性上的自由 但是仍然能够行出被社会公认的善事 从较低的标准来看 甚至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即便如此 奥古斯丁主张人离开了神 背负着罪孽 又受沙旦的挟制 所以是不难够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 这样人就自己救不了自己 就必须靠上帝来拯救 所以人的重生完全是靠神的恩典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着神的卷限 神的恩典 正如赛德所说 恩典赐给罪人 不是因他相信 乃是为了死他可以信 才把恩典给他 因为信心本身就是上帝的恩赐 这个人说信了上帝 他说我是以显择信的 我的自由意志 No 不对 不是你的自由意志 你之所以能信 连你的信心 都是上帝赐给你的 那麽古斯丁就把上帝的恩典的工作 分成了几个阶段 一个是一先的恩典 借着立法 让你知道自己是罪人 应行的恩典 圣灵开始工作了 以致让你愿意来接受神 合作的恩典 等到你信主之后了 圣灵又继续带领你 让你慢慢的成圣 好像你在跟神合作 但是实际上是圣灵在带领的你 那么这里头的 第一是由圣灵用立法 使之产生罪恶的 使能产生罪恶的意识 第二是由 以福音使能相信基督 以及因他达成公义 及以神和好的赎罪的工作 第三是恢复人 愿意以他合作终身成圣的工作 那么关于人性已得救 布拉丘就跟奥古斯丁 给抗上了 顶牛了 奥古斯丁强调言罪 人类完全堕落 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 且得救完全是恩典 所以我们说这些 我们可以称之为价文主义 但是价文主义并不是价文发明的 只不过落在价文这里头了 布拉丘则否认言罪 只承认人类本性是恶的 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教义 认为得救是靠上帝给的诫命 布拉丘的名言是 如果我应该做 我就难做 他认为上帝恩典 非是人所不配得的 也非得救之所需 就是人是靠着上帝给的诫命 是吧 那我能做到诫命 那我就应该得到恩典 如果我应该做 我就能做 应该做的事 我就能够去做到 所以上帝的恩典 不是人不配得的 也不是得救之所需的 我得救 我可以遵守律法 我也可以得救 不是一定要有这个神的恩典的 三妈五年 布拉丘从布列颠到了罗马 看到当地道德败落 疑似立志以传道和写作 对付道德和罪的问题 布拉丘是基督教的道德主义者 是强烈的道德态度 以行为的提倡者 布拉丘的动机 不是要传假福音 也从未真正的否定 在恩典论外的 其他的教义和教条 但是却被两个非洲的教会 教会的定为异端 这个很重要 那时候基督教刚刚传播 是吧 正统的教义极其重要 所以教会历史 实际上是一部不断的复兴扩张 同时又不断的跟 这种异端邪教 斗争 然后形成正统教义的一个过程 4147年 布拉丘勒又被教皇 一诺生一世放逐 还在431年 以佛所召开的第三次大公会议上 被定为异端 布拉丘被控罪的主要认数 有几点 第一 即使亚当没有犯罪 人也会死亡 亚当的罪只损害他自己 并不会损害一切人类 第三 因而并不是恶的 以亚当犯罪前的情况相同 第四 人类不会因为亚当的罪 即死而死 也不会因基督复活而复活 立法福音都能够引人进天堂 然后基督第一次来临前 已有未尝犯过罪的圣人 那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这都是胡说八道 对吧 那么这个从布拉丘产生的 这一系列的主张 神学教育呢 就叫做布拉丘主义 那布拉丘主义呢 就是现在整个伦文主义的鼻祖 所以第一个白左是谁呢 第一个白左就是这个布拉丘主义 布拉丘可以说 这个第一个白左就是布拉丘 布拉丘说能可以不靠恩典 就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 就没有耶稣 没有耶稣的救恩 人也可以活出完美的生活 所以恩典不是绝对必要的 这在我们今天听自作胡说八道 是吧 然后半布拉丘主义呢 这个就朝奥古斯丁这边靠了一靠 但是接受了布拉丘的一些东西 就主张人虽然堕落 但是人性中呢 还是保有部分的义 能够选择以上帝的恩典配合 或是抗计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 得救呢 还是失上呢 最终还是起结于人的决定 这就是自由意志 半布拉丘主义的教训是这样的 第一上帝救任何人 照样呢 他也定义要救所有的人 第二呢 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 而不是光为他卷选的那些人死 第三人在未接受上帝的恩典之前 能够在基督里有信心 并生出圣洁的厌望 第四呢 人凭着自由意志 接受主的恩 这意志呢 不能够因为罪而消失 那么这就是在祖后啊 427到529年间出现的教义 那么这个教义呢 半布拉丘主义呢 也被称为叫卡西安主义 因为他的创始人呢 是卡西安 也有人主张呢 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半奥古斯丁派 为什么呢 他一半呢 他接受了奥古斯丁的主义 一半呢 是布拉丘主义 维老在奥古斯丁和布拉丘观点的争认呢 在第五世纪呢 演变到了白乐化的程度 在法国南部高楼的一些修道士 参与了这项抗争 这些人反对奥古斯丁有关罪 以恩 这个人的罪 是吧 神的恩 教义的极点 也就是意志呢 完全受捆绑 恩典呢 是不可抗拒的 等等 以及硬性的异定论 异定论呢 也不是加文提出来的 奥古斯丁记录了 他们同意奥古斯丁对于罪的严重性 但是他们认为他的异定论教义呢 是他自己 自己编造出来的 以传统不符 也是危险的 因为这是人的一切努力的都归于图能 那么为了反抗奥古斯丁 卡西安就教导说 虽然由于亚当的罪 沉寂了病态 但人的自由意志呢 并没有完全的被毁坏 虽然恩典是得救不可缺少的 但不然在人的自由选择之先 因为人的意志虽然是软弱的 但是一直能够采取七项 于上帝的带头的作用 总而言之 还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换言之 在得救上 上帝的恩典 以人的自由意志的必须合作 卡西安为了反抗奥古斯丁严厉的意志呢 他主张上帝拯救人的普遍旨意的教义 并主张意志呢 就是上帝的意志 所以今天这个基督府里边一争论 他就哎呀 意志不是意志吧 是上帝意志 上帝就像是一个围棋高手 他是这个比如说 国际相席的冠军 这个特级大师 你是一个刚刚学下棋的 那你能下得过他吗 你永远下不过他 所以最后的决击是一定的 但是在中间呢 你想下这个棋 你是可以凭着你的自由意志去下的 是吧 只不过你永远下不过这个国际冠军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定的 但是中间呢 你是有自由意志的 而上帝呢 为什么知道你会输还是会赢呢 他看你下几步棋 因为他知道你每步怎么下 所以他根据你的意志呢 来判定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说 他知道你会不信他 知道你这个人坏 所以他根据他的意志来议定 是不是要拣选你 那么这种说法呢 其实还是否定了神的主权 把神的主权呢 这个用意志来限定起来 用框起来是吧 变成了意志 那上帝还是没有主权了 那么这个就不对 所以我们说价文主义跟很多的这个中派是吧 这个很大的一不一样 就是他特别强调神的主权 而福音派呢 他只强调人的有罪 是吧 光强调人的有罪的是不够的 这个就像几何学 我们说了光有一个眼里不够 你得有几个眼里 才能把整个几个的这个公理化的体系推导出来 那么价文主义很重要 他第一个人的有罪 但是第二个呢 很多人就不讲了 就是神的主权 既然神的主权不是因为神的意志 意志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神才检险你 那神仍然没有主权 还是神的权力的受你的这个影响 受你的捆绑 受你的耶稣 那神哪有主权呢 所以他是不讲神的主权 当我们把意志论变成了意志论 其实你就把神的主权给否了 恩典是绝对必要的 是人得救的先界条件 这个半伯拉教主义 他们也承认恩典是必要的 也承认人有罪是吧 但是呢 他就他同时又认为不止需要恩典 还是要加上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呢 在他们看来的 人的堕落了就不是堕落 只是人软落 衰落了 是这样 是这么回事 堕落了就好比人生病了 生病了呢 但是他还有点力气 他还可以走几步是吧 所以拉萨路你出来 拉萨路呢 就可以走出来 因为拉萨路还活着 他有点力气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就是半伯拉教主义 而肉体呢 也有永恒的益处 你就不要把肉体完全放弃 总而言之 人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人的自由意志 人的肉体 人的灵魂都没有完全堕落 都有很多好处 人可以这个 借着这些东西跟上帝来合作 那么这古老的异端呢 如今呢 就改头换面了 又成为后来的 这个雅敏念派 或者阿敏念派 这个我们知道 今天在中国教会比比皆是 华人里头很多都是雅敏念主义 雅敏念主义的其实就是带有人文主义 总而言之就强调人很重要 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 能够强调人太重要了 那么实际上呢 就为白左 这个为偏离神的那些主张呢 其实就开了一个后门 这个后门呢 而且开得很大 一不小心你就整个人都找 自己都找得到了 又被魔鬼给带走了 所以家文主义跟雅敏念主义之争 就是当初的奥古斯丁和巴拉丘之争 是吧 这个曾来曾记到今年 这个已经我们说2000年了 就1500 超过1500年了 大家还在争 可是这个争论的很重要 就是到底是能文主义 还是神文主义 所以我们讲过家文主义 真正的核心就是神文主义 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 神的主权 对吧 能够认识神 能够走向神 能够荣耀神 等等 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 对吧 那么请回答 究竟我们的救赎 就是上帝救赎了我们 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这叫救赎 是吧 就是我们本来是有限的人要死的 现在神说你到我这来 你可以得永生 我们跟永恒的神有了关系 又回去了 本来犯罪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了 现在恢复了关系之后 我们将来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 相当于我们能回到伊甸园 是吧 那么这个救赎 是不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呢 天主教的回答是这样的 这个救恩 这个能的拯救了第一跟耶稣的救恩有关系 第二跟教会有关系 如果你不在天主教的教会里头 你就没有救恩 所以他强调教会很重要 是吧 一半是耶稣 一半是耶稣在斯基加藏为你死了 这个救恩 一半是教会 强调教会中 然后雅明燕主义的就是 一半是耶稣有功劳 他在斯基加藏为你死了 这叫救恩 另外一半的是跟你个人有关系 如果你要拒绝 那耶稣想救你也救不了 是吧 所以跟你个人的自由意志有关系 然后的价文主义说 No 一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耶稣基督兵 他听死了 为啥呢 因为你不是 你不 你人的堕落不是人的软弱 不是人的衰落 就是人在罪里面死了 死得透透的 拉撒路不是 不是还有一点力气 不是他衰落了 不是他软弱了 而是他死透了 所以这个耶稣说 拉撒路你出来吧 这个耶稣得先复活了他 否则他永远走不出来 既然是耶稣先复活了他 对不起 拉撒路能够走出来 拉撒路能够得救 是吧 能够复活 那完全是耶稣的功劳 跟拉撒路半毛钱关系没有 那么这就是三种 天主教就说救恩 你得救 是吧 跟耶稣的救恩有关系 然后也跟教会有关系 雅米燕主义 这个伯拉救主义 是吧 这个 这个伯拉救主义的 就是认为跟耶稣的救恩有关系 但是跟个人有关系 这个伯拉救主义的就是可以没有耶稣 人自己就能得救 其实是这样的 就跟人 人自己就可以救自己 是吧 但是呢 价文主义说 No 这个价文主义 我们说不是从价文来的 从奥古诗经纪有的 这是整个教会的 可以说是 这个教会 大公教会 或者说整个 两千年的基督教 他的主流信仰 可以说是这个 他的正统的信仰 正统的教义的一条主线 就从奥古斯兵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把它 归结为叫加文主义 所以我们到这里的 我们就开始进 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是吧 我们就一页一页往下挖了 所以我们的课呢 你不是听一下就能听得懂的 你扳个凳子 你不用脑子也听不懂的 是吧 是比较系统比较深 这个你得认真听 是吧 我们就要开始往下扎了 就是我们要进一步讨论 自由和自由意志了 首先呢 这个能有这么一种想法 说什么叫自由呢 我想做啥就做啥 那不就是自由吗 是吧 这个觉得这叫自由 这个实际上 正确的讲这叫绝地自由 我想做啥就做啥 但是请问 你想做啥就做啥 你有这本事吗 你想到夜球上去 你能上去吗 你想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 给你们家闺女 还带在脖子上 请问你能够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所以这种自由你是不存在的 这种自由只有上帝 上帝的 这是上帝的自由 叫绝地自由 上帝想做啥都能做到 因为他是全然的 而且上帝想做啥 他都不会做坏事 是吧 因为他是前善的 所以上帝才有这种绝对自由 请记住了 你想做啥就做啥 这根本就不可能 人没有这种自由 这是上帝的自由 上帝的自由 其实就是上帝的主权 上帝是自由拥有的 是吧 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主权 请记住我们又来 又讲到上帝的主权 教会很少讲 教会不讲 以及你的牧师讲 一般都 他只讲你有罪 要对付罪 这个罪那个罪 是吧 所以我说福音派天天在讲罪 灵恩派天天在赶鬼 是吧 但是很少讲神的主权 可是我们不讲神的主权 我们就讲不清楚 什么叫人的自由 那么上帝如何使用他的绝对自由呢 他不是随意的任意的 而是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 他永恒的定制 以及他启示的计划 或者他的应许 来使用他的绝对自由的 上帝道成肉身 做了仆人圣子已死 就是为了成全 他所启示了了的约 和约中的应许 按照他的约 上帝甚至自我限制 比如说耶稣在这个地上 虽然盯着他的 谁都盯不死他 但是他自愿限制 他把他神性 他把他的这个神的那个能力给限制了 你才能够盯死他 是吧 根据他所启示的应息 这都是上帝的绝对的自由 所以上帝的绝对的自由呢 他是按照他圣洁的本性 按照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就是善的 所以上帝不会违背他的善 上帝不会违背他的信实 上帝说了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 说到一定要做到 上帝的旨意永不改变 上帝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 这就是他在这里头的自由 所以我们知道家文主义很重视圣约 就是我们人气神来找幸福找祝福 不是你拍脑袋说 神要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个 神已经在圣约里头 应息要给你的祝福 你要去抓住那个 因为那个是神按照他的本性 他一定会给你的 所以圣约的概念就很重要 那我们人呢 我们人的自由在哪呢 神有绝对自由 我们人没有绝对自由 那我们总有点自由吧 总有点自由意志吧 很多人就喜欢在这地方摆取 特别喜欢讨论 我们人也总有点自由吧 罪人特别喜欢说这话 那我们要知道 只有神的自由是绝对的 人的自由永远是相对的 首先你要明白这事 你想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啥 根本不存在 你别把自己当神好不好 你没有那个绝对自由 然后人的自由意志呢 又有三种定义 第一种定义呢 就是雅明年主义 他就认为 人可以随己意做决定 按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志 也就按照你的will 所以能有自由意志 也可以称之为叫 随心所欲的自由 自由主义的自由 或者干脆呢 你就可以称之为 叫随意的自由 随着你自己的意思 来做决定 好不好 你想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法 你自己来做决定 这个就叫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 一讲到大家觉得 这个挺好理解 随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 对吧 随自己的心里面 所欲的 应议的 是吧 欲望的 根据你自己的意志 也就will 随意的来做 做决定的自由 这就叫 这个雅明年主义的自由意志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柏拉丘主义了 柏拉丘主义呢 比雅明年主义呢 还走不远 雅明年主义呢 有点像半柏拉丘主义 是吧 这个 他就能不仅可以 随己意做决定 而且能够做正确的决定 细行善事 做善认 就能不仅可以 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 而且这个意思还是好吧 人可以做正确的事 做对的事 做善能 所以呢 人就可以 按照神的立法来 来行出来 是吧 既然能够满足神的立法的要求 人自己就可以救自己了 所以人可以自救 没有得救的人 仍然能够行善讨上帝的喜悦 那我们一看 就柏拉丘主义 什么人最喜欢呢 中国的儒家就最喜欢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儒家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坚下 自己来修身 修身的前面的这个振心诚意 是吧 把自己的心摆正 是吧 那个不用外求就可 回到自己的内心就行了 振心诚意 让自己的心思意念 这个对吧 这个把它摆好了 然后修身 这个从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开始 然后把自己的家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就认为把心弄好了 把自己弄好了 这个把家治好了 然后治国 平定天下都没问题 这里面其实根本就是逻辑不通的 你把自己做好了 你又能治国 这个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在中国很多就是这种逻辑不通的东西 那么第一步他就觉得 能可以自救 所以中国人行修的都是自我救赎 而不要上帝的救赎 所以这个雅米念主义在中国教会是很受欢迎的 中国人很喜欢 因为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儒家 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德修行主义 所以我们把教会当成是寺庙 把福音当成修行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人文主义里头 在中国的这个人文主义 不要神的 离开了神的人文主义里头 没有神的光照 就没有神做镜子 我们不知道自己也是谁 我们老觉得自己还挺不错 是吧 自以为义的 能够自己可以自救的 不拉教主义也是这样 人不仅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决定 而且你还可以做很多好的决定 你可以做善人 所以中国的曾国藩 他们都喜欢这么做 是吧 蒋介石信了耶稣 但是蒋介石很崇拜的人 就是曾国藩 曾文正宫 其实他还是信了耶稣之后 他还上到中国的儒家 在那修行了 那么家文主义的看法 却不是这样的 家文主义说 是的 能有意志 能能够选择 但是人的意志的选择 不会大于人的罪的本性 就是你的 你做决定是根据你自己的 性子系做决定 不是你的所谓的想法 是吧 你随着你的意思 随着你的想法做决定不是的 而是随着你的本性系做决定的 人的选择表面上是随意 你就随着自己的意志想法 实际上是顺性 随着你的性子 顺从人的罪的本性系做决定的 所以应该叫做顺性的自由 或者叫随性的自由 所以不是随意的自由 是吧 你以为你有个will 你有个愿望 你有个想法 随意不是的 实际上是随性 你里头那个本性 那个本性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罪性 随着你的罪性来做决定的 而不是随着你的想法来做决定 随着你的理性来做决定 都不是 所以呢 人也就不可能有 不仅不可能有决定的自由 人的相对的自由 都是假的 这个林慈欣牧师呢 他就这么来评论 他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古典的雅米念主义的定义 圣经从来没有说能有这种自由意志 只有神才有 这叫绝地自由 只有神才能够绝对的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过呢 就连神也没有乱做事 他从来都没有背 背乎他自己 他不会违背他的本性 他的善良的本性 不会的 他的信实 他的公义 他的之力 他的圣洁都不会违背 所以这种第一种的自由意志 是一种幻想 就是罪人的一种幻想 罪人的老想 天狗吃夜亮 是吧 但其实从来不存在 你要讨论这种自由 根本就是空谈 胡说八道 根本不存在的 同时的人也没有自救的自由 柏拉丘所讲的 人可以自救 自己救自己 中国的儒家说 修身习下治国平天下 是吧 真文正宫 把自己修炼好了 是吧 这个外圣内亡 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一个罪人 有能力去做上帝 要求他做的 做上帝所喜悦的 就是悔改向耶稣 一个罪人 还靠他自己 对不起 圣经没有这方面的教导 以佛所书第二章 告诉人们 人是死的 是死的透透的 就像拉萨路那样 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 所以的罪人 是没有能力 靠自己信耶稣的 所以中国人 你在那修身习家 治国平天下 修了半天 你永远不可能认识耶稣 见了耶稣 你只会盯死他 你不会认识耶稣的 信耶稣的能力 是圣灵给的 圣灵给了你 感动了你的内心 所以你愿意 接受耶稣 信耶稣 但是为什么 你圣灵会感动你呢 因为上帝早就 卷显了你 上帝早就卷显了你 那说明 你信耶稣 是吧 是上帝的主权 不是因为 你自己的能力 那么这个第三种 的自由意志 这个前面 前面我们讲到的 这个价文主义的 就不是 就你 你可以不把它称为 叫自由意志 是吧 这个 这是根据 创世纪第二章 所教导的 上帝是无限的 无限的上帝 创造了有限的人 给了这个有限的人的 一种自由选择和责任 实际上是自由选择 而不是自由意志 是一个有限的选择和责任 是能在上帝面前的 选择和责任 有限的 但是真的是让你来选择 然后呢 你也减负责任 能要承担他选择的后果 所以这个呢 那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 要看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什么 假如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 能做什么事都可以 是吧 我想做什么 做什么 对不起 这是上帝的绝对自由 对人根本就没有 这种你不用讨论 第二种呢 就是你认为自由意志的 就是罪人 他自己能够信耶稣 有这种本事 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决定 那对不起 你好好去读以弗首书第一第二章 罗马书第一章 一直到第八章 你就会知道 圣经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导 假如你认为自由意志 就是在上帝面前的选择和责任的话 那么在亚当犯罪之前 人是有的 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 上帝说你善恶书上的果子 你可以吃可以不吃 这种自由意志 在上帝面前你要做一个选择 同时的你要肩负责任 这个有 这个真有 但是亚当犯罪之后 也目的有了 也没有了 自由意志就是在上帝面前的选择和责任 在亚当犯罪之前有 亚当犯罪之后也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了 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都在亚当犯罪之后 耶稣再来之前 理性的致富呢 前面我们讲到啊 这个海赫讲人的理性的致富 我认为他讲的不够深刻 其实是罪性的自私 本质是罪性的自私 才导致理性的致富呢 这个其实就是屁股指挥老袋 是吧 你屁股走在哪 你老袋就不灵光了 老袋是跟着屁股走的 是吧 然后你的良心是被狗吃的 就被利益吞吃的 是吧 那你怎么能够是吧 说正确的话 你只往那帮专家 他们明明知道他也不告诉你 是吧 他告诉了你 他就不再是专家了 马上就从什么国家公共卫生部门 就被撤了 所以他哪是什么专家呢 是吧 他就是一个罪人 是吧 所以堕落了不是堕落 这个过去这个是吧 说只是衰落 这个不对 堕落了好比生了病 但是自己还能够走出来 我们说这个也不对 堕落其实就是死了 死得透透的 死在罪的过犯当中 堕落了就代表着你灵魂 灵性的死亡 你没有道德能力 自己复活之际 不仅你像拿撒路一样身体死了 拿撒路只是身体死 而人的灵已经死掉了 人的灵死掉了 你怎么能走出来了 自己走出来了 你没有这个道德能力 自己复活之际 你怎么修也没用 没有用 就好像你死尽的磨一块砖 一块砖你想干嘛呢 说我要想把它磨出一面镜子来 这是不可能的 一块砖头永远磨不出镜子来 是吧 你想把一段木炭 你使劲在那洗 你干嘛呢 说我要把这个木炭洗白了 对不起 你只能把它洗没了 你永远都不能把它洗白了 是吧 这就是灵魂的玷污 灵魂的玷污又是整个罪的败坏 那么很多人的想象呢 罪是饼上的芝麻 是吧 我把这个芝麻拿掉了 剩下的还是好的吧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的 罪是发酵的面团 酵在这个面团里头 你的分得清哪是酵哪是面团 嘛不是 整个面团里头前世 人也是这 人做什么事 无论是你的意志 你的想法 你的意望 通通里面都有罪 就像前面我们讲的那些专家 是吧 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意念 他们什么里头都有罪 看这个世界就带着个罪的眼睛在看 整个就看不明白 嘴巴也带着罪 带着一个罪的口罩 说出来的东西都带着罪 那么罪呢 又是被玷污的水 请问这个水里头 是吧 这个磨进去了 它还是清水吗 它永远都不是 难过你说 我把那个磨 把它拿掉 你永远拿不掉 那个已经变成磨水了 被玷污的水 那么罪人呢 就是罪的卢浮 你所有的你的心思 你的意念 你的想法 你的理性 都被罪所玷污 就像圣经里边 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 三十五节说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卢浮 卢浮不然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就不然住在神的家 你跟神就没关系了 你是罪的卢浮 跟神就没关系了 那么所以人要活过来 我们要指望神 再次给我们吹口气 就像我们一开始 本来就是死了 神用泥土照了人 然后吹了气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是吧 同样的 耶稣现在要再次 再次给我们吹气 那我们才会有 属灵的新生命 属灵的新生命 我们重生了 我们才有可能性 这个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 之前是因为圣灵 先做了工作 让我们重生了 圣灵为什么做工作了 因为神拣陷我们 神为什么拣陷我们 这是他的主权 那么新的生命的信心 才产生 人才有道德能力 转向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是 我们相信的神 乃至神捡选了我们 这是神自己做的 我们一毛钱功劳都没有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神向我们吹气 他跟我们说话 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我们才能活过来 就是生命 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命 就没有生命 那新耶稣之后 请问我们是不是 有没有自由意志 是吧 这个在我们堕落之后 是没有自由意志 现在听明白了 总算听明白了 那请问我们现在已经新耶稣了 那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 有的 但是要看哪一个阶段 哪一种状态 状态一 前面我们讲的亚当有 亚当就有自由意志 是吧 在异点眼里 他是有的 他可以自由的来选 他是可以他是有自由意志的 相对的自由是吧 他是有的 而状态二的 人堕落的就没有了 难道状态三有 就是这个圣灵 已经让我们重生了 但是对不起 你的老我还在 是吧 你的肉体还在 你的群意还在 所有的基督徒 你还是会犯罪 所以呢 随性的自由 最终会将随意自由 带到罪的阴沟里去 如果我们还是在罪的本性里头 是吧 表面上看着我们随着自己的想法 在做决定 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使着自己的罪的本性 在做决定 那当然屁股只归脑袋 是吧 这个 然后良心也被狗吃了 被利吃了 是吧 能把我们带到阴沟里去 所以这些专家就胡说八道 那很正常 是吧 所以人就不可能行善事 做善人 也不可能认识神 所谓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人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亏切了神的荣耀 因此呢 我们看到价文主义 雅兵天主义的 在此的最大的区别 这是1500年的区别 是吧 价文主义的是人是从内心 也就从你的本性 来做道德决定的 也就这是一个随性的自由观 你的自由是什么 你实际上是没有自由的 你是被你的罪性带着走的自由 所谓西甲的自由 是吧 雅兵天主义呢 是说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 想法来做道德决定的 这是随意 随着你的意思 随着你的意志 这样的一种自由观 那么人的选择 出自他的内心 出自他的本性 能按自己的本性 使用他的自由 他所选择的 他做的决定 无不顺着他的本性 特别在 然后他犯罪的时候 就顺着他罪的本性 那么顺性自由的人呢 是道德的主体 那么这个 有人 这个能有道德的责任 是道德的主体 这是因为了能有意志 能自己做选择 做决定 能有理性 所以能会思想 能有情感 能有意志 有理性 有情感 这使得人成为 需要负道德责任的 道德主体 那么能要承担 道德责任 就是要求 能要为自己的决定 来负责 但是说你是不是 有自由意志 其实你没有自由意志 你只是虚假的自由意志 无限的上帝 创造了有限的人 赋予有限的人 一个有限的 可是真正的自由 同时要求他 负道德责任 能必须对他的决定 负所有的责任 人心在历史的长河中 因此我们看到 就有四种的自由状态 前面我们讲到 美国总统 罗斯福 讲了四大自由 我们现在讲 圣经的启示 给我们揭示的四种自由 不是四大自由 叫四种自由 第一个就上帝 创造人的时候的 本性的自由 再一个是 能犯罪堕落之后的 这种罪性里头的 所谓的自由 然后再一个是 被救赎了的人 他的本性 开始被恢复的 这种自由 再一个就是 在荣耀中的本性 这是 就是耶稣将来再来了 我们跟他在一起 新天新地里头 是吧 在荣耀中的自由 那么对应前面 我们讲的 这四种本性 就是人的四种 不同的生命状态 生命本性的状态 人就会出来 四种自由 一种就是被造的时候 被造的时候 人有圣洁 公义 智慧 因此能有 顺服上帝的自由 是吧 你也可能显得 顺服上帝 也可能显得 不顺服上帝 但是这个时候 是有自由的 那堕落之后 人撕弃了 顺服上帝的真自由 人只有犯罪的自由 只有犯罪的自由 没有顺服上帝的自由了 对不起 你没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人被救赎之后 耶稣救赎你了 恢复了自由 顺服上帝 但是这个时候 你仍然会受到 罪的老我的捆绑 是这样的一个 自由又不自由的状态 然后将来在 荣耀里头 你就只有 顺服上帝的自由 然后不再有 犯罪的自由了 人彻底的建立了 不犯罪的 本性的自由 所以我们人 其实有四种的 自由状态 对应于被造实 堕落后 被赎后 以及荣耀中 讲这个部分 非基督徒就不太容易 听懂了 基督徒也听得 办不懂 但是无论如何 讲听到这些 大家心里就很开心了 这个是难听懂的 是吧 以前没思考 没论着思考 从来没想过 但是这个 这个一讲完之后 也觉得 光进到里头去 是吧 突然发现 你那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说 启示 我们今天说 从启示看自由 是吧 那么就是 从圣经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 人的四种自由的状态 那么第一种状态呢 就是上帝造人时 人是圣洁的公义的智慧的 人的理性呢 是智慧的 他也认识真理 他的心也是圣洁的 他爱上帝 他的意志是公义的 完全选择 站在上帝公义的那方面 这个时候 人的自由是什么呢 人的自由是可能犯罪 也可能不犯罪 这是初人的自由 也就是人类死主的自由 奥古斯丁呢 称为了被赵的 中性的 原始的自由 Created Nutra Primitive Freedom 这是被造的 中性的 严实的自由 这种自由呢 曾经 在我们的始祖 存在过 后来就再也摸有了 然后呢 上帝所造 在人里边的上帝的形象 圣洁啊 公义啊 智慧啊 死然变的 这原本的公义呢 死然变的 人如果不顺服上帝 悖逆了神 他就失去了这样的 原本的圣洁公义 以智慧的形象 这个本性就没有了 所以人就开始进到 一个堕落的本性里头 是吧 人堕落之后呢 就失戏了 原本的圣洁公义 智慧 现在呢 人就变成了 罪的奥夫 是吧 所以呢 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的手下 为啥呢 因为罪 这个撒旦对罪 他就有权力 是吧 所以我们就被他抓住 直到耶稣把我们救出来 人是罪的奥夫 不再是自由人 因此呢 罪能活在第二种状况中 人从他邪恶的内心 发出一切的显摘 人一切的显摘 都是邪恶的 他不可能做出 讨上帝喜悦的显摘 这个时候呢 人只有犯罪的自由 没有不犯罪的可爱 所以你别谈什么自由意志 你只有犯罪的自由 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你所谓的自由意志 是虚假的 你本质是犯罪的自由 而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布拉丘的立场 当然就是错的 中国人几千年在那磨石头 想把它磨成镜子 几千年在那洗那个木炭 想把它洗白了 永远都不可 你忘了这些 你到教会来了 也要把这些忘掉 千万别把你意识的立场 带到教会里头来 那就是世俗化 而是要把你意识的立场 意识已经有的文化 在基督里被更新 在上帝的启示和真理中被改造 这个就是基督化 所以我们光福音化 信主是不够的 我们要在真理里头 基督化 那么堕落后的人是不是自由呢 不是自由 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呢 是不是自己要犯的呢 是的 当他犯罪的时候 有没有自由 还有自由 但这种自由已经不是中心的 这种自由叫做已经被罪玷污了的 被扭曲了的 堕落以后的自由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卢谱 意思就是说 你在犯罪的时候 你自以为是自由 而你呢 其实正在用你犯罪的自由 你犯罪的结果就是你在犯罪中间把自己的自由给出卖了 实际上是这样 你以为自己的自由 其实你在滥用你的自由 你正在犯罪 然后呢 你最后呢 这个犯罪的结果呢 然后犯罪的这个过程中间呢 你把自己的自由出卖了 所以你整个的所谓的做决定是不断的出卖自己的自由的一个这个犯罪的过程 是吧 就像那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专家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可以胡说八道 他们有有话语权 是吧 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其次他们是在犯罪 他们哪有什么科学 他们在电影 他们这胡说八道 那马丁路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你看见一粒玻璃珠 在一个平面上转的时候呢 他转的向左向右 向前向后转动的时候 哎呀滚得非常自由 自由自在的转 享受他的自由 但是突然他从一个平面呢掉下来了 然后掉到一个更低的平面 在更低的这个平面的这个中间转 还是在那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是吧 但是呢下面那个平面可能更小了 更小了以后呢 是吧 这个其实他只在那里面转 他没有什么自由 在那个平面上转的自由 所以人是在不同的平面里头 你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呢 是吧 实际上在罪的平面里头 你就就是堕落之后的被扭曲的 被罪玷污的那种罪的自由 所以人的自由呢 在人堕落之后的只有被罪玷污 被罪扭曲了的罪里的堕落的自由 所以表面看人是自由的 但是位分上呢 他已经堕落了 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 世界的哲学家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阿耶克讲理性的致富 其实呢 你其说人是理性的致富 你不如说人是罪性的自私 或者说罪性的无知 罪人的自由就是最终的自由 今天所有的罪人的自由是在最终的自由 不是在真理里头的意义的自由 人类今天的自由是凭着自己的旨意 堕落以后的自由 不是在上帝的层次中间照着他的旨意的那种自由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自欺欺人 以为我们还在自由里头 其实根本就没有 那么第三种状态呢 就是信主之后的了 这是基督里得的自由 我们有能力不犯罪 这个时候是吧 因为有圣灵带领在我们 虽然呢 但是我们还可能犯罪 因为我们有老我 亚当中性的自由是可难犯罪 可难不犯罪 现在转过来了 我们开始有了圣灵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有能力不犯罪 但是我们里头的老我也还在 我们的罪我也还在 所以呢 还有可难犯罪 是这种光景 亚当是可难犯罪 可难不犯罪 他是中性的 这个被造的 起初的 我们不是这种自由 我们是有了圣灵带领我们 我们有能力不犯罪 但是我们还有可能犯罪 我们里头放纵自己的私欲 放纵自己的群义 是吧 就有可能犯罪 所以马丁路德就说 我今天得救以后呢 我知道我是一个义人 因信称义是吧 但同时我还是一个罪人 我既然已经因基督称义了 为什么还是一个罪人呢 因为罪的力还在我里面 而我现在就要靠着圣灵 来自死身上那个罪 我就不要因为 圣从肉体来使圣灵担忧 这样我就应当有一个 圣从圣灵的心 圣过圣从自己的心 来显出我们是体贴上帝的意思 因为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 体贴肉体就是死 所以我们里面就不断的在征战 我们有个老我 有个新我 然后有圣灵在感动我们 把我们带到神那边 但是呢 我们里头的群义 又把我们带到罪里头 所以不是不断的在征战 非常苦 马丁路德指出人犯罪以后 掉到另一个层次中间 在基督的救赎里面 使我们进到了更高的层 层次就好像那个玻璃珠子 我们不在那个小平面里面转来 到一个更高的平面里面转 但是呢 是不是有绝对的自由了 仍然没有 在相对的自由里头 我们还 仍然我们可能会被 诱惑 会被试探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 说不要让我们意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心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本来是我们带着一双 有色眼睛 看这个世界 那就醉的眼睛 现在神呢 这个开始给我们 好像给我们配了一副 这个隐形的近视眼睛 是吧 那我们突然看这个世界 看得清楚了 看明白了 我们已经开着明霜目 开天眼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 我们里头还有罪的力在里头 还有老我在里头 还有群义跟圣民相争 所以我们在这种光景里头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求神 说这个厌你的国将 厌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那么第四种状态 就是未来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状态呢 还不是救赎的 终极的目的 救赎的终极的目的 是第四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在永世中间的自由 永世中间的自由呢 就是人不可能再犯罪了 圣经告诉我们 他要把永远的 就耶稣要把永远的生命 吃给我们 这永远的生命呢 基督在哪里 我们永远跟他在哪里 就达到一个永远 忽然在犯罪的一个成绩 就是被成全之意的灵魂 在天上助长子 共济的总会那里 我们足以我们同在 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要 明梢末开天眼做长子 所以我们蒙卷显的人 神意定我们是要把我们 带到永世的荣耀中间去 这样呢 当基督再来把我们成全之后 我们没有可能再犯罪 那有人会说 你不可能再犯罪 那是不是自由到了 到了尽头 是自由的死期了呢 不对 是从那天开始 自由就死了呢 不对 自由真正的成全 那是自由真正的成全 而不是自由的结束 有的人可能会说 当那时我就没办法抵挡你了 我已经被成全了 我就永远用这真正油来敬拜你 因为你把我捷径 洗尽成全之后 我没别的选择 其实不是的 上帝要说的是 你那时候你会很甘心乐意的 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种成全 因为你已经完全了 那时候你在永恒中间 你是因为被动成全之后 就甘心的永远用自由来敬拜神 这是一种荣耀里头的自由 当信徒进入到荣耀里的自由的时候 他就不再犯罪了 他的心只会在上帝面前选择 良善公义圣经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是从来没能讲过的 我估计你的教会 你也没听过 以前我们只听过四大自由 今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 我们看到了四种自由 是吧那在最后再讲点感受和体会 自由意志呢 其实是不自由的 不如说是游自的意志 是吧 自由意志这个说法很容易误导 真正的自由意志的 我们说只有上帝的自由 那叫上帝的绝对自由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所以上帝的本性就是善 上帝又是大能的 是吧 所以上帝顺性的自由 一定是善的自由 上帝又是权难的 所以上帝的自由是完全的 人是罪的本性 不可能有真正行善的自由意志 在我们堕落之后 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光景 不是人类初始 也不是人类的未来 那么想行也行不出来 你想行出自由来 你是行不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称之为 游自的意志更合适 实际上游着自己 游着自己的本性 在那往前走 自由意志意味着可行善行恶 那么只有在没堕落之前 亚当夏娃 他们身上才有 才有自由意志 堕落以后 其实没有 只有游自的意志 游着自己的本性去 去耍吧 是吧 四川人说刷嘛 是吧 指的是人在堕落以后 表面能量 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做选择 但已不同意 人类始祖 未犯罪嫌 和行善行恶的自由意志 而是罪恶的本性 所玷污的 实际上没有了 行善难力的游自意志 也就是随性的自由 而不是随意的自由 你可以称之为 叫游自意志 而不是自由意志 人类的老想着 无计无数的自由观 无计无数 别人别管我 这个对不起 这是罪人的幻想 真正的自由 是法则规范内的自由 是真理理的自由 是圣灵中的自由 这个汽车 你得按照交通规则走 你才有自由 你办交通规则 你就会撞车 你是没有自由的 那我们知道 在基督里才有真自由 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们就尊自由 这个是吧 天父的儿子 耶稣基督 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们就尊自由 所以只有在基督里才有自由 主是什么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的自由 不依赖说我们在哪里 有的人是 有的人要论 论出去才结的自由 那叫自由国家 是吧 其实有些人的神就带领 就是说你不要认 约瑟呢 这个蹲奸坐牢 这个神的灵 与他同在 是吧 这个他依然是自由 反之 如果你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神的灵并不与你同在 你依然不是自由的 所以自由 不在一个自由的体制 自由的制度 当然自由的体制 自由的制度 并不是不好 并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们的真正的自由 是基督里头的自由 是在主的灵里头的自由 还有呢 也是在主的真理里头的自由 是在神的法则里头的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信耶稣不仅得永生 其实信耶稣让你得自由 而且是得到真正 那么这个在自由的 圣灵的带领下 所接的果子就是 忍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持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是 没有立法禁止 他是自由的 那么先告上帝死亡的超人尼采 他收获的并不是自由 而是最后他疯了 那么圣徒在今生所能拥有的 不过是异常将来的荣耀 包括将来的荣耀的自由 自由不但不与上帝的主权相比处 而且严谨的说 自由需要上帝主权的保护与成全 因为只有在法里被维护 加索被解除的情况下 人的自由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自在的活着 自由的敌人并不是神的主权 而是人的自我膨胀 这样的人会滥用自由 也剥夺他人的自由 被自我膨胀 捆锁住的人 会用他被捆锁的 欲望支配自己 使他不愿意受到任何耶稣 并希望能够为所欲为 被自我催眠 你自己追求一个自杀性的自由 那么我一位好弟兄 他就把他称之为 这叫流氓自由主义 想怎么玩怎么玩 就放纵心的流氓自由主义 自终他那我要自由 不要管制我的呐喊 正揭露了他不自由的事实 如果用神学性的描述了 他是一个被追捆锁的人 因为不服神主权的人 最后都将成为膨胀的自我的奴隶 就像尼采的一样 因此一个真正思想自由的人 需要重新对焦 他的敌人不是有主权的神 而是捆锁他 迷惑他 背叛神 也背叛他的 那个最新的自我 膨胀的自我 然而被催眠的他 如何能够试破后者的伎俩呢 家文说 唯有认识神的人 才能够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认识神很重要 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的 第一步就是认识神 因为能不认识神 人就不难认识人 包括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自由 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人的自由 我们看到神的自由是绝地的自由 我们就知道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 当我们看到神的自由 是他跟着他的 依据他的本性 他的善 他的良善 他的公义 他的圣洁 是这样的一个自由 那我们就知道人的自由 其实是罪里头的自由 我们所谓的自由 就是在罪里放纵自己 是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为自己自由的过程中 出卖了自己的自由 是吧 唯有认识神的人 才能够认识自己 也唯有真正认识自己的人 才能够认识神 只有当神的主权介入时 人才可能从最催眠的状态中 出品过来 才有机会逃脱 罪的捆绑 重新找回 真正属于他的自由 所以我们找回长者的身份 也是找回自己的自由 人为何会追求自由 自由的欲望从何而来 自由的概念从何而生呢 其实我们也要感谢神 就连自由本身 也是出于上帝美好的创造 是他富裕人类的特权 目的就是要人能够向他 你自己能够代表他 因为神是自由的 用真诚以爱来自理上帝说 托管的大地 没有自由的人 不会有责任的概念 也必然缺乏爱的人力 因为只有通过选择的过程 人才能够从被动转变为主动 也只有在主动中 爱才可能发生 爱的可惠之处 就在于他是自罚的 是主动的 因为被动的爱不算是爱 神若在造人时 不负以人自由 这世界会减少许多的麻烦 至少不会有人质问他 质问神挑战神的权威 更不可能有人会背叛神 但是我们说如果是这样 那神造的就不是人 而是机器人 就像我们现在人造的机器人 这是很劣胆的 但同时也不会有人 以爱来回应神 更不会有人能够享受到 被上帝所爱的喜乐 所以我们最终知道 当法国大革命 以自由为民 自由引导人民 最后把人民当神 然后又造了一个自由女神 来引导他们抬到了神的位置的人民 最后法国堕落到第一 是吧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国家 在家文主义的装备下信息 那就是美国 美国人终于发现 自由以生命和追求幸福一般 都是上帝 也就是赵主 赐以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也就是自由是什么呢 自由就像生命一样 都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是吧 所以人只有先敬畏神 然后在神的面前低下头爱 是吧 人才能够得到这份礼物 如果人不承认神 对吧 也不接受神的这份礼物 那能就 这个再打着灯笼 再找自由 但是怎么也找不着 就像在黑夜里边 行走太阳一样 那就是变得很何笑 好了 那么这个今天 实验关系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依然是一首诗歌之后 我们进入到更加精彩的互动阶段 作词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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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罪孽但我有 何等全力能将我安逝 来到耶稣做千秋 多少平安我们做事 多少痛苦愿望胸 都是因为未将万事 来到耶稣做千秋 我们有试探阴阳 又能过苦关头 却不应当因此回心 人当到处做千秋 何处能寻这般凉 又痛伤欲解苦欲愁 我们若点逐都知道 放心到处做千秋 我们是否软弱多重 前进终胆雅前逃 主人作我避难出所 奔向耶稣做千秋 你若阵阳 你若阵风又叛清里 好想耶稣做千秋 到他怀中他必抱 有他安慰便无忧 有他安慰便无忧 好的 我看到两位弟兄已经棋手了 这个那我先看到陆辉 然后是Kelson 这个顺弟兄 陆辉你可以打开你的音频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觉得赵老师这个说得很好 今天是很系统很规茫 其实呢 从圣经包括神学都做的高度的 这个逻辑上的贯穿梳理的 我尤其那边觉得 赵老师所起的生命经济学 这个是很浓缩高度的去概括 赵老师想说的 想后面想引出了神啊 上帝啊 真正原理的 我觉得这边几个 一个就是生命经济学正面生命两个字 赵老师说 要回归生命的本源 经济学本身呢 因为我这一本也学经济而财经管理的 其实它不仅是财经 也不是经济活动 它是各种社会关系 运行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选择 所以今天赵老师把经济学 包括人类活动 跟真正的生命本源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们所听到 我所听到是收获最大的这方面了 那其次的话 在今天来的自由跟启示 就这一点呢 我跟赵老师做一个回应一下 首先的话 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自由 我想到吧 我们想做事 我们想做 想什么事情 我们想的事情 这个边界都是很大的 这是很有限的 举一个例子 说表现出来 真正的例子 是不自由的 就是我们现在 知道要行善 但是行不出来 知道要行恶了 很舒服很舒服 不知哪个流露出来 就是行恶如流 气善 那个气善 这个 很舒服的 这两个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的 所以说 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自由的 那这本身呢 就是罪在捆绑 出国种的 我说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呢 把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因为是罪吧 那上帝是真正的话 是掌握着所有自由的 就绝对自由的 那实际上我们的自由呢 实际上它是 我的理解 就这个选择 我们的选择 实际上是不多的 就是上帝有的 上帝是绝对自由 他给我们所做的自由 也是选择的自由 不是无需创造 或是我想到一个自由 想象不到的 我们思维的方式 思维的路径 可能都是选择的 我从这点上面 把赵老师所说的 跟预定论也做了联系的 我们是受选的嘛 我们就选择 我们自由 只选择而已 我们并没有去 能够拖上边界 虽然说 天然赵老师说的这种 我说真正的最大的 证明我想到的是预定论 我这边想到的是 上帝的绝对的自由 我们行不出上 我们要释放 真正的 疏忽我们的锁链 这种自由 就四个自由 那我最想说的 就真正是预定论 后面我想到背后的核心的 预定论的问题 谢谢赵老师 赵老师对不对 请你指教 洛辉你讲的特别好 而且你真的很聪明 其实我今天没太讲 异定论 而且很多人认为 异定论就是家文 是改革中的 其实不是 异定论在奥普斯丁就有了 所以今天一讲 大家怎么很熟悉 这个很熟悉的是 因为家文主义经常会讲 但是我们早就说 家文主义是传承 他并没有把奥普斯丁 给推翻 也不是说另搞一套 实际上继承了奥普斯丁 阿奎拉等等 实际上历史上 包括大公教会 那么到最后 他形成了一座高峰 然后如果你 特别是当你强调 人的有罪 再加上神的主权 这两点 实际上所谓的 从荷兰出来的一金香 是吧 那个家文主义的五点 实际上都可以推出来 所以五点 你只要这两点 记得就够了 所以那天我特别讲了 这两点之后 这个市场合以文明 有一个弟兄特别聪明 他说你实际上把家文主义 五点变成了两点 从这两点 就可以推出五点来 是吧 所以陆辉的你 今天也是特别聪明 今天因为我们只是 从自由 这个谈自由 谈自由里头 这个 那我们就扣紧 这个主题来谈的 但是呢 你就能够联想到 其实呢 后面的这些 包括一定的 是可以从这里边 来推导出来的 这就像几何学一样 给你两条眼力 两条公理 是吧 你就能够厉害的 你可以把整本的几何体系 都推导出来 它是一个公理化的体系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看出来 这个陆辉现在已经 你已经能够触类旁通 这个挤返山 龙会贯通 这个是非常可喜可合的 恭喜你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的 我就说到这 我看到朱贤弟兄也棘手了 我先让这个孙弟兄 Custion 这个经营先说 那个 陆辉弟兄 把我想起来给讲了 就是这个 在预定论下的选择 其实人没什么 太大的选择空间 要么就选择罪 要么就选择依靠神 对 所以我想总结的就是 从赵老师这里 在一个多小时 体会到这个精髓呢 就跟陆辉弟兄 总结的也很相似 就是 但我从人的那个角度 再讲一下 就很多人为什么 不敢将这个 自己全然的交给神 他老师有一个担心 我是我呀 对吧 我要是全然依靠神了 我全然这个 是不是就把我自己放弃了 我不就没有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学习的 你说人都是被造的 你只要承认是被造物主造的 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了吗 如果你一个被造物 不承认自己是被造的 那不其实就是否定了 他的根源就连自己也没有了 所以呢 所以赵老师讲的这个精髓呢 我概括用我的语言概括呢 就是如果刻意强调个人的自由 刻意的强调个人的意志呢 只会陷入到罪当中 就把自己的来源给否了 然后呢 如果放心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从人的角度来讲 好像是没有了自己 但是呢 会归到属灵的 归到这个 就分别为圣 当然不是全然的一人 就从罪当中 有突出来的机会 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就是我想 从赵老师 这一个老师的这个 讲课当中总结出来的 我谢谢那个孙弟兄 我也特别高兴看到你在这 这个因为你那边是美国时间 这个可能还要晚几个小时 还有一点呢 我也特别高兴 我觉得孙弟兄也业内 也有圣灵的光照 就我看到你的改变 这种改变呢 就是圣灵在带着 不是在自己的牢卧里头 而是在圣灵的带领的 一个新的生命里头 我夜来夜看到 孙弟兄身上的这个心相思气 夜来看到你不一样的东西 在你里头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在圣灵里头 得自由所结的果子 包括这几天 你在山上的群里 某种程度上有点受围攻 但是呢你没有生气 也没有着急 是吧 这个能源 不管怎么说 就是你在活出得胜的生命 神引起我们一铁伯铁 弟兄在一起 弟兄就坑坑坑的 但是大家是真诚相爱的 彼此相爱是吧 而且以尘相待 大家都是以尘相待的 有什么说什么 这些人反而特别好处 他不会背后搞鬼的 是吧 然后呢大家这个铁模铁 是吧 然后以后呢 大家肯定以偿补偿 是吧 我们不要老看别人的短处 老看别人的短板 不重要 在世界就是老看别人的短板 老找别人的毛病 切点 在主的里头呢 我们要看弟兄自己强 然后看到他的长板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长板去跟他配搭 这叫以偿补偿 不叫什么以偿补短 什么你老看别人的短板 那本来就不对 那是用罪的眼光去看 是吧 我们在神的里面恩典的天国的荣耀的眼光 我们看这个弟兄身上的长相 神给他的恩赐 神给他的进步 是吧 然后我们以我们的恩赐来跟他的恩赐配搭 这就是弟兄相爱可以做大事 所以呢 我特别高兴 我觉得神弟兄越来越棒 然后呢 慢慢将来有一天 我告诉你 就你说的第四条 点点点你没说 第四条就是你让他们看到 是吧 这个耶稣的生命 在你的身上的这种荣耀的见证 有一天他们会爱死你 不着急 这个来日方长 是吧 所以我很感谢神弟兄在 这个我也很感觉 特别感觉你没有受伤 反而依然这么喜乐 是吧 这个感谢主 我们刚刚开始 这个这是一个一段美好的 这个行程的开始 一定会业的也好 感谢主 然后我看到朱仙弟兄 这个你可以打开你的声音 好像还没有打开声音 再打开一下 这要可以了吗 能听见吗 没问题 非常好 今天赵老师又把这个预定论 又追溯了一下 就是追溯了从加尔文 再追溯到奥古斯丁 就是预定论由来已久 那它是一个继承发扬的一个过程 加尔文对奥古斯丁他们的这个继承发扬的一个过程 所以时间是挺长的 然后在教会史上争论也比较大 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预定论 预定论他的这个赵老师 在最近的这个讲课当中 又把他就是把他从那个 那个预定乡的五点 把他再归纳成两点 这两点出发就是人的这个败坏和神的主权 那么这个预定论 那反对他的 那这里面会预定论 其实他会给人导致一个基本的一个倾向 就是说那我都是神的主权 那我就我人其实是无数作为的 其实人是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消极 消极坦平 然后等待神的拯救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人的这种 这当然这也是人的罪性驱使的嘛 那我觉得阿民建主义 他们一开始也 我觉得他们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 我不觉得他们也是为了亵渎神 或者为了反对神 他们其实也是对人的这种本性 罪的本性 有这种担心 这个就是 所以他们这个阿民建主义 他们可能要更多要强调 哎呀你不能光等神啊 你自己也得积极啊 主动啊 你自己也得 就是他更多地强调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阿民建主义 我不觉得他们本性上是为了反对神 或者他们其实是当心人的这个罪性 就在等待神的拯救 那种消极的等待的坦平的这种状态出来 那有一个 那这是一个阿民建主义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或者是顾虑和担心 或者是人 或者我们一般的常理的人 想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现实当中 很多人会对预定论不容易理解呢 也其实也是有这种担心 那既然上帝什么都是他定的 而且早早都定了 那我作为人那就等着了 那一切都是消极的等待 或者是坦平 那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当今的这个 这个发达的一些文明 高度发达的文明的这些 这个家文中的这些国家 它的事实证明它又不是这样 它其实这个社会 这个人们很积极 有创新 有经济的繁荣 科技的发展 社会政局的稳定 制度的完善 它一系列的这现代文明的东西 都出来了 因为它没有 人家确实没有坦平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转化过去的呢 就是为什么会从这样一个 可能产生的这种 阿民主义当心的这种 消极等待 这个坦平等 变成那么积极 然后变成繁荣呢 那我呢在读的一个 新校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 那就把这个 这种转化的过程呢 他讲了一个观点 这个激励 就是他说 这是因为这些 相信预定的人 预定论的人当中 他内心有焦虑感 就内心的焦虑感 促使了这种转变 那我有焦虑感 那我就要去证明啊 我是不是神拣选了呀 是不是啊 就是我是不是这个 我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他说 那个这个 这个马克思韦伯呢 把他用焦虑感 这三个字来 作为一个媒介 或者作为一种 作为一种 这个转化的一个机理 或者机制 那我读了以后 我一直觉得 马克思韦伯的这种说法 有点牵强 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焦虑感 因为焦虑感 可能也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就是说 那有的人有焦虑感 有的人不一定要焦虑感 第二个 那这种焦虑感 如果既然因人而异 那焦虑感 也是上帝给的吗 有的人就给的 有些人有焦虑感 有的人没有焦虑感 所以我这个地方 一直有疑问 我就想赵老师 想请教一下赵老师 在这种有可能产生的 这种消极 躺平 等待这种状态 怎么转化成 那种积极的 那种状态的 这中间除了焦虑感以外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机制吗 或者其他的这种 转换的机理吗 就是说 还有其他的途径吗 就是说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一直有这方面的疑问 谢谢 我就问题就提到这 好 这个 你讲的太好了 这个 我特别感谢 这个朱坚在这听课 我也特别欢迎你听课 因为啥呢 其实我觉得神在你身上 有大大的实力 这个朱坚弟兄跟我上了 三年的山上班 你在山上班里面 是出力拔萃 这个出力拔萃呢 这个也不是说 你出力拔萃 是神在你身上 早已有恩典 因为你是理工男 大学老师 是吧 然后又是结家 是吧 这个早就 神找个友谊 所以神不放过你 然后你在当地 是吧 你组织团聚也罢 组织小路聚会也罢 你总想让别人来带 我一直告诉你 没有任何人来带 就只有你来带 你必须 你不带就会不行 就会带啥 就别人带 就像你生的孩子 你能教给别人吗 不可以 是吧 你必须自己教自己的孩子 带领他的方向 所以你是最好的带领的人 但是你要带领呢 我们得一块走 是吧 一个人走不行 我需要你们 你也需要我 是吧 所以你在这听课 认真的听课 学习 是吧 你本来就有三年的装备 再加上现在 然后你这次一听 一二一二论谈 你就发现 我们又往前走了很远 是吧 这个不是在沿地的 一直在往前走的 是吧 这个 所以你在这里面 学习之后 你要带回去 然后你问的问题 都是很深刻的 你的总结 常常是特别有亮光的 是吧 上次你就说 我突然发现 你把这五点 实际上盖过了两点 两点是可以推出五点的 而且更加 更加严谨 是吧 你讲五点 人家不见得赞成 说这个人 那天有个 写微姐妹就告诉说 他说五点 我承认四点 四点我可以赞成 有一点我还不太赞成 那很显然 他这个逻辑体现还没通 是吧 他真的抓住这两点 他是可以推出三点来的 就像刚才陆辉那样 是吧 那么这个点 这次最先发现的 就是你最先发现 一听就听明白 哎呦 你说这个很厉害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学的亮光 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亮 不是一个小亮光 是个很大的亮 是吧 然后我们这次还讲了很多应用性的东西 中国的道路 教会的方向 信徒的身份 都是重大的讨论 这跟我们现实息息相关 所以你一听就马上听明白 你的悟性是特别高的 这个能够这个思维能力 思考能力都是一流的 所以呢 如果要带的话 只能你带 别人随度带不了 带的话 你肯定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自己都不愿意参与他 那么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同样很深刻 我们接着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来稍稍的讲一下 是吧 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的 就是议定论是吧 和这个 这个教义吧 我们先说啊 和基督徒的敬前生活 它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说家文的基督教要义 其实呢 这个现在我们把它翻译为基督教要义 并不是特别好 其实呢 它就是一本 这个教基督徒 信徒如何敬前生活的一本书 所以它其实是 基督徒的敬前生活的手册 其实是这样的 你说这基督教要义 感觉它是一本神学的书 理论的书 不是的 其实它就是要让我们过敬前的生活 是吧 而它的这个家文里头的 这个 它既是奥古斯丁的 是吧 那个 刚才我们讲到很多啊 其实跟奥古斯丁一听一听 这不是奥古斯丁讲的吗 是吧 什么言罪啊 什么这些那个恩典呢 唯独恩典呢 是吧 都是都是奥古斯丁讲的 包括议定论是奥古斯丁早就有的 是吧 那么他家文呢 很重视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 是吧 很很重视他的这种看见 也站在他这一边 接受他的东西 那么这个议定论的教育 跟基督徒的敬前生活是什么关系呢 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这样 既然议定论嘛 是吧 既然议定了你被 你已经得救了 我是被神议定得救的 那我就可以躺在犯罪里头了 我怎么犯罪啊 就我杀人放火 也进天堂 是吧 如果你不是在议定的 你修乔修路 是吧 对不起你也下定义 很多人就这么理解了 这个理解对不对呢 也不然说他错 但是他滥用了误解了 是吧 这个议定论 从来就不是可以给基督徒 或者任何人滥用误用 说我被议定了 所以可以去犯罪 这是呢 这个用罪人的眼光来看神的恩典 十字架的大文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哎呀 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不明白 实际上带着一双罪的眼睛 是吧 我们的心里边也有罪 什么都有罪 我们整个就是墨水 整个就是一团被罪发了叫的面团 是吧 看什么都是有罪 所以一定能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最后呢 最后我们带着罪的眼光来看 就变成躺在罪里头了 变成什么都不干了 是吧 其实呢 是用能罪人的眼光 在在认断神的恩典 认断十字架的大文 那么价文就说了 这是一个奥秘的教育 一定是一个奥秘的教育 是吧 带着奥秘的 你不能够完全讲明白 说神到底怎么议定了 你不能够完全明白 有一天你见着神才能明白 所以有一些是属于奥秘 有一些属于启示 有一些属于理性 是吧 这里面有奥秘的 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那么这么一个奥秘的教育 又这么重要 这么重视 是吧 请问那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呢 在我们敬前的生活里头 有啥好处呢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 实际上这个议定论 你真正的 你要是圣灵光照你是吧 得着你 那么你接受这个议定论 你会有四个心 四个心就会在你里头生发出来 第一个呢 你会生出谦卑的心 你知道啊 哎呦 你之所以得救是被神捡选的 你就不骄傲 不是因为我相信了神 我就是个罪人死透了 是吧 神感动了我 神救了我 你有生出谦卑的心 包括你能够服侍神 比如出现弟兄 我是说啊 这个你有身上有使命 神要使用你 你要感谢神 是吧 这个不是说你多么厉害 你能够去服侍神 神要不乐意 不减减你 是吧 你这个神 神根本不用 神不欠你这个使用 神愿意使用你 感谢主 这是能最大的荣耀 因为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我们能够服侍他 能够荣耀他 那是多么 多么大的一个 这个 多么大的一个 哎呀 这个 从我们的理想 我们太大 真是多么大的一个造化呀 是吧 所以呢 我们里头要生出谦卑的 千万别觉得 因为很多基督徒 坐着坐着就受伤 他老是觉得 你看我相信了神 怎么在 我信了神之后 怎么我现在这个生意 越来越差了 是吧 这个老公还要跟我离婚 还逼迫我 哎呦 怎么这样 他老在抱怨 他老是觉得 他信了神 他有多大的功劳 一些人服侍神 服侍神开始还行 服侍服侍就不愿意了 就受伤 又受伤了 为啥呢 他服侍神可能受委屈了 花点时间没关系 花点钱也没关系 甚至受点逼迫都没关系 但是弟兄姐妹不理解 教会不支持 这个那个 又马上就受伤了 不干 老子不干了 是吧 这个 因为他还是觉得 是我在服侍神 都缺乏这个谦卑的心 但是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拣选的 能够我们能够服侍神 是神的呼召和使命 能够我们能够一直进步的 是世民在带你 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 这个谦卑的心呢 让我们伸出感恩的心 是吧 这就不用说了 我们感谢神 八十亿人里头 我能够信主 是吧 那不就是中了大彩票了吗 中了大奖了 比什么大奖也比得上这个 八十亿人里头 那么多信主的 是吧 我们不仅可以做信徒 还可以做门徒 甚至还可以做使徒呢 太感谢神了 哎呀 这个是 这就是人 这就真正的贵主啊 这就是王子和公主啊 我们太感谢神了 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 宇宙的那么大的一个神 他竟然够 哎呀 还跟我有生命关系 是吧 还竟然把我看中了 还使用我 多么感恩 生出感恩的心 然后还有什么 对我们的得救的坚定的信心 我们不会说这段属灵生命光景好 属灵 或者下一段属灵光景没那么好 对吧 属灵的光景吧 总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然后我们就说 神是不是不要我了 是不是我这个人没得救 最近我跟媳妇又吵架了 是不是媳妇说我也不怎么地 是不是我就真不怎么地 我就得救 就没有得救了 是吧 很多人会怀疑 会 能够这个怀疑的 可能会让他掉到这个 掉到魔鬼的那个 实际上的那个坑里面去 这个就像魔鬼控告 控告这个谁是谁 但是我们在这里头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是得救的 而且这个不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中国翻译是错的 是一旦得救 Once saved Forever saved 就是一旦得救 你永远得救 就是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 一旦是我们的孩子 是吧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孩子 一个正常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同样 我们是神所检险的孩子 神会放弃我们吗 永远都不会 九十九十羊 在一只羊跑了 神都把他捞回来 是吧 所以我们会 我们的得救 我们就会坚定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属灵 第一个潮的时候 这个那个的时候 坚定的信心 第四个呢 我们就会有服侍神的热心 为什么有服侍神的热心 就是我是中大财的 我是中大奖的 是吧 八十亿人里面把我挑出来的 是吧 那么多人里面 神还呼召我前线我去服侍他 是吧 而且神的爱 神的恩典一直在我身上 那我们应该什么呢 我们要活出跟神的恩相称的那种生命来 这样你服侍神的热心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清教徒飘扬过海 白死一生 但是他们一直坚持 是吧 所以才有人类的新的文明的建造 这就虽千万人五亡以 孟子说虽千万人五亡以 千万人都往东走 我就要 我就往西走 是吧 那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这个被卷衔的 这样的一份信心 他不敢这么做 就像亚伯拉罕 如果他不知道他是被卷衔的 神呼召他卷衔他 他就不会往沙漠走 是吧 大卫也一样 如果不知道他是被神所卷衔的 他不会去战胜格里亚的 他不会冲出去的 是吧 这个都是这样 这个就连那个耶稣亚也是这样 如果他不知道神是 他是被神所卷衔的 他也不会那么有信心 去这个跨过约旦河得地运业 所以这个服侍神的乐心很重要的 就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是被卷衔的 我是被呼召的 我是被恩宠的 要活出跟恩宠的 这个神的恩宠相称的生命来 那么激发了服侍的乐心 就是所以呢 我们能得到这个谦卑的心 感恩的心 坚定的信心 是吧 得救的这种信心 是吧 以及服侍神的乐心 其实都跟这个意定很有关系 感谢主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个奥物 这个 那么今天呢 我就讲了 这个意定呢 实际上跟进前的 基督徒的进前的生命 进前的生活很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就把这个周坚说 他觉得这个 马克思韦伯讲的很对啊 可是奥秘在哪里的 一个从罪人的眼光来看 这个我躺在罪里头 以后我不干了 反正被剪显了 那是罪人的眼光看的 就是轻看了神的恩典 扭弃了神的大恩 周坚请说 没有没有 你先说完 说完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我觉得你听的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今天我就把这个解开了 真正的 我觉得 赵老师正是解惑 因为我这个 因为我读了很多年的 这个这个这本书 就这个地方就一直有货 就是说是 我说你今天也送给我解开了 所以我呢 就说两句吧 第一点呢 我说那天 我说是赵老师 后来把这个五点 概括成两点 我一直觉得 这是赵老师 对这个 加尔文主义的 这个神学的 我不知道你是哪来的 但是我觉得 我是没有 以前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觉得 不管是哪来的 我觉得这两点 是对那五点的一个 在神学上的 我个人感觉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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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五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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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比较凌乱嘛 就是说说 两点就很清楚 而且两点呢 我觉得它 它平 两点 两点可以做平衡 就是说说 比如说说 需要政府 不需要政府 是不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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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 这个自由和纪律 就是各种 自由和制度 这各种之间 它需要这种 两点来平衡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 就会比较清楚啊 就是说 我是学化学的 我们就讲 特别讲究这个 机理 就反应机理 是什么样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两点 我就想说 周老师 我觉得您 您说的这个两点 真的是 这个是对 加尔文 这个五点 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 就是在神学上 的一个很大的 贡献 让我们 听得能更清晰 这个 今天你刚才 讲的这个 世心呢 我也觉得 这是对 马克思韦伯的 那个焦虑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 补充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马克思讲的 那个恩宠的 就是我师傅得到 恩宠的那个焦虑感 一直觉得不够 我就觉得这个 我读了以后 我就觉得 那个东西 就不过瘾 或者我觉得 没有太说服我 就是说 就是我说 我今天 对对 我就觉得 我没有太被 说服 说服 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太被 马克思韦伯说服 我觉得有点 有点牵强 或者是不够 至少是 这是其中一点 你今天讲的四点 我觉得一下子 大大了 加强了这种 我对这个 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转化的 这个激励的 一个体会和认识 我就觉得 这样就可能 对我来讲 我觉得比较通了 我觉得是 就是说 原来一点是不够的 现在也是五点了 就是说 那个四星 加强焦虑感 我觉得 这就成了五点 从一点变成五点 我就觉得 这个激励 或者说 我们就觉得 这个转化的激励 它才比较符合逻辑 我觉得是 或者是 或者倒过来 也就比较符合理性 就是说 我们可能 太理性了 也经常 虽然是信神 但是也经常 要用理性的思维 来倒过来想 这些事 如果理性上 说不通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也不大容易 理解和接受 就是说是 我们不能 在我们不能 讲通的时候 我们就用 我们不能 当成的用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说这是神秘主义的 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完全用这种说法 其实很多人 是不服的 我觉得是 但是你这样讲 我就很服 很服气 我也要谢谢 周健弟兄 你刚才就讲得 特别好 其实你讲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人 说服你 你是学化学的 也是做精细化工的 那你就当然清楚 这个化学 其实就是 一种反应 那么你要里边 把正确的东西 搁进去 那么我们搁了 两种东西 一个是人的有罪 一个是人的主权 而且这里面 可能有配方 有不同的比例 是吧 根据不同的比例 把这两种 这个我们说的 假如说我们说 这是两种成分 进行调和 是吧 其实那就可以 产生化学反应 就可以得出 很多的结论 而如果只想 人的有罪 是得不出来的 所以你这个 我们以前是用几何 来解释 功力 功力比较 比较 比较 齐败了 这功力化的体系 才好推出来 那么用化学来说的 就是我得计备起码的 羊肉严肃 是吧 然后再进行 合适的配方 它就能够产生化学反应 那么这个 否则化学反应的 这过程出来 你当时迷惑 怎么就出来 这个过程 是吧 那么这个 用你的这个化学 也是能够来解释的 这就是你带来的亮光 还有第二点 你说我为什么就怎么 你怎么就会 这么去思考 是这样的 第一 我们都非常的爱 中国教会 我们深深的爱每一个 我们的兄弟姐妹 也爱我们的教会 我经常会批评教会 那么请大家原谅 是因为爱 我希望唤醒大家 所以不是恨 不是出于别的 是吧 那么爱中国教会 我就在思考 中国教会 你看中国教会 有福音派 福音派是主流 福音派就讲人的有罪 我是福音派教会出来的 是吧 牧师天天都在讲对付罪 但是不讲神的主见 哎呦 见到孙力兴小姐妹 太可爱了 又长大了 好可爱 这个这是我们的 非常非常智慧可爱的小姐妹 太棒了 好高兴见到你 所以呢 这个我就知道 这个是吧 我就知道他切了些什么 对吧 林安派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很熟悉 也特别喜欢 对吧 他们追求圣灵充满 追求圣灵的恩高和能力 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 是吧 这个他们也特别爱我 是吧 这个但是活过头来的 我终在想 我们差了些什么 是吧 那我也不是说 要求他们一定 明天加入改革中 这不太可能 是吧 这个各种各派 我们以前讲不讲中 不讲派 只讲耶稣 只讲爱 但是我们从耶稣 从爱里头 我们看看 就是我们这个 是吧 我们的这个十八般兵器里面 我们缺了些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一直在想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 有一个真理的体系 完备的体系 在这个真理的完备的体系里头 是吧 在这样一个整全的世界观里头 对吧 你是灵恩派 你还是追求圣灵充满 圣灵的能力 没问题 你继续去追求 但是无论如何 你得有个世界观 对吧 就像那你得 你得有世界观里头 特别重要的 还就是政治观 政治观你没过 大是大非 你都不明白 你甭讲你有什么 正确的世界观 因为这个世界 是在政治的里头 也就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头 是吧 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相处 怎么治理这个 是吧 这个重能知识 怎么管理重能知识 你一个基本的观念都没有 体系都没有 那肯定不行 是吧 你得有这个东西 那同样福音派也是一样 福音派也不是说 明天你要加入改革中 这个也可能也不合适 他也不干 对吧 也没必要 是吧 但是呢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哪一点 是大家能够认可的 是吧 那么谈了这个人的有罪 大家都没问题 所有的都认可 好 但是不信派不认可 是吧 不信派不认可 因为他们 他们否定神迹 否定神迹呢 可能人的罪 他们都不认可 只是觉得耶稣不错 耶稣是个道德完人 我们效仿耶稣就行了 效仿 把圣经当伦理学 这一派就例外 这一派是彻底没救了 这就不信派 但是呢 在信仰的里头 大家都承认人的有罪 那我们再加入神的主权 是不是能够认可的 神的主权 他很多人也来认可 那我们这不谈家文主 是吧 啥也不谈 也不谈 更不谈什么某个中办 改革中了 我们谈人的 神的主权 他们都来认可 好 人的有罪 神的主权 我们就能够推出很多东西 就像你刚才 马上就敏感的 就敏锐的发现 是吧 同样在这个社会的治理上 公共问题上 那就不是说 就不是单一方面了 对吧 那你 你的两面都看了 是吧 你的化学的反应就出来了 是吧 那我们觉得有这些东西就够了 是吧 如果中国教会能够在这个完备的 全备的福音 完备的真理 能够倦钱的世界观 特别是政治观上 那就够了 对吧 我们也不要求说 大家一定要什么 这个你要改中改派 那不可能的 是吧 也没必要 那弟兄姐妹就能走出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教会有个方向 是吧 能够中国社会的能够找到道路 是吧 能够基督徒呢 弟兄姐妹的能够 找回他长子的身份 那就够了 所以呢 说到底呢 其实是出于爱 出于对中国教会的思考 对中国当下处境的回应 同时呢 也是 一定要建立在2000年的 是吧 基督教历史的基础上 包括他的教育的历史的基础上 发展的历史上 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所以呢 我这几年呢 这个 其实在这方面呢 这个是特别关注的 就是我们 我们回应中国的处境和问题 带着爱 以此的同时呢 从真理和历史 文明当中去进行思考 这个 所以到最后呢 大概这个 才会有 这次你看到的 包括1212 包括我们这个 是吧 一系列的课程 不断的这种传讲的信息 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就是你说的 第二个文明 你怎么会出来这些东西的 是吧 这些东西不是关在书栽里 是吧 这个好像是 这个像孔一锦一样 是吧 琢磨回自有几个写法 觉得我的神学比你厉害 我比你有学问 这个都没意思 不是从这些角度的 实际上是出于 出于一种爱 出于一种责任 对吧 我们回应中国的处境 同时我们希望站在 站在整个 在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长河里头 站在文明的这样一个高度 站在真理里头 是吧 能够来回应这个处境化的问题 找出路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是这样 我看的这个 今天的我们特别雄壮 我看今天前次弟兄提问 我们火力特别壮 这个弟兄起来 这个教会 神的国特别有希望 但是我们姐妹也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江苏延臣的燕子姐妹 虽然我们下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给姐妹一个机会 请说 赵老师你好 我是淡淡续续的 已经听了你的 就是三次的 就是这个课程 对于我来说 跟刚刚分享的 那个弟兄们来说的 我的知识也比较浅薄 那我今天就你讲的这个呢 我有一个 先把我的就是一个 我听了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先回应一下 因为刚刚那个弟兄讲了 说人的败坏和神的主权 我就觉得我们人 真的是从罪中所生 生在罪里面 我就觉得人在一分一秒的时候 里面都是一种恶的意念 就像你刚刚说的 像我这个呢 就是很容易 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容易在一个负面的影响 就是就觉得是人家不对 就会去认受别人 这就是我的心里 我一想一个敞开 这是就是讲的人的一个 全然的败坏 还有讲的神的主权 我的理解就是 神人有绝对的主权 他有创造的主权 他有治理的主权 包括神的话 他有一个救赎 救赎的主权 对不对 因为上帝拯救我们 他的主权也是救赎的主权 那然后又讲了一个预定 预定的呢 我自己的就是 比如说 我们就是在圣经 还说我们在 就是在我们在母腹中 就是我们的形体 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上帝那个神 就早已经看见我了吗 就是我们就在 他的拣血计划之中了 包括他的蒙招 包括他的呼召 对呀 都是我觉得 都是一种预定当中了 但是就是针对 刚才一个弟兄讲的 就是一个回应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 就是神是绝对的主权 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就是你今天所讲的一个自由 就是人的意志 人的意志 我们如果说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时候 你刚刚说 就是我们信耶稣 包括我们的悔改 包括我们的那个 都是绝对的主权 是来自于神 那我们自己的意志 就是我们回应神 我说向我回应神 愿意那个 那就是一个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回应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预定论的教育 和基督徒 进展生活 首先进展生活的第一步 你首先要 归回于神 回应神 然后你在参与教会的 一些的 就是说 听到啊 一些侍奉啊 一些跟自己之间的 建立的一种 谈气的生活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愿意敞开 愿意接受神 到二月的指针 包括我们的世界观的 一种那个 我就觉得我的这个人嘛 因为我以前嘛 是因着婚姻的失败 我选择了信耶稣 那个时候的 就是包括我现在 现在几十年了 好像还是在 以前的一种价值 世界体系当中 就是我的思想意识吧 但是我觉得 有的是 这也是我信仰的 一种困惑 我愿意会怀疑 我说神啊 我是不是 我这样子 好我就觉得 没有激发起 我就是一种 侍奉的这种热心吧 比如说人家 很多的人就是说 他要侍奉神 好像我这一方面很缺乏 我也是 我今天想问到赵老师 我如何怎么样子 来那个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哎呀 我怎么就是这样 那个基督徒的呢 嗯 感谢主 这就是我的 还有一个 我自己还有一个 我也想一个敞开 就是怎么说呢 我是怎么来到 你们这边来的 其实我是被我教会 感触出去的 当然这个也有 我自己的构性的原因 包括对真理的 不明白 不清楚 以至于我的构性的 比如说 连生家庭啊 包括自己 婚姻的失败啊 我现在知道 是我的问题 然后给肢体 带了一些伤害 然后我也向他们 道歉了 道歉了以后 后来以后 教会里面呢 就把我赶出教会了 让他们赶出教会的时候 也没有跟我说 就是我也没有 就是犯了一些 戒影啊 或者什么主要的罪 但是在这过程中 我有意念中的不解禁 我愿意像我的 就是像我的这个 属灵的这个 领袖敞开的时候 他也没有给我遮盖 然后我就想重新 也有过就是想 就是重导教会 但是在重导的教会当中 我发现这个教会呢 他的真理 不太那个 好像是异端 然后我就不敢 我又回来了 回来他们就说 我混乱教会 就把我赶出教会了 我整整一年呢 就是一个人摸缩 后来以后 是一个人介绍 在清晨干露里面 然后认识了一个 一个弟兄 认识了就是 以牧师 给我介绍了一些 一个弟兄 然后他让我参加了 那个 所以说我最近 说到我在信仰上 也有过迷茫 我觉得我是不是 就是被上帝 丢弃了孩子 甚至也有对信仰很迷茫 所以说也希望 你们能为我祷告 我也希望得到 你们这一方面的 就是在真理方面来正确的言道 感谢主 谢谢 好的 我感谢这位 这个燕子姐妹 这个 这个刚才你一说 这个就哭了 是吧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 你的心里边呢 是 实际上是 承载了很多东西的 是吧 过期的往事 然后你的受伤 然后破碎 是吧 也包括你的叛逆 你的罪性 等等 你自己的反思 一股老的就涌出来了 但是我也相信 你刚才的眼泪 是一种释放的眼泪 是圣灵感动你的眼泪 是吧 不完全是悲伤的 也不完全是因为 自己的这个犯罪 或者罪性叛逆 都不是 也有 就有圣灵的医治和释放在你里头 感谢神 那我特别想说的是 燕子姐妹 这个 你是不是被神所卷显的 是不是得救的 只有神知道 然后你自己也知道 因为圣灵为感动 如果圣灵在你里头 他让你重生了 是吧 你就是被神所卷显 你就要跟着圣灵走 圣灵会带领你进入真理 真理让你得自由 是吧 也会来 这个 会不断的光照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要跟着他走 同时的你要在真理里得自由 就是你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在真理里头得自由 比如我们今天讲到 是吧 如果神一旦减显了你 他永远不会放弃 九子九只羊 是吧 在一只羊跑了 神都要把他捡回来 谁也不看我们的外表 是吧 神减显大卫的时候 大卫是最小的 是吧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爱主的心 是吧 所以神就减显了他 他里边也有勇气 别人看不出来 看着他个头小 是吧 他个门更高 高大 但是神减显大卫 是吧 所以神不看我们的外表 外貌 我们的社会地位 神都不看这些 我们是不是离过婚 神也不看这些 神不认断我们 是吧 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 真是被他所减显的人 你告诉他神让我得罪过你 我离婚了 我怎么样这样 神会告诉你说 燕子姐妹 你是离婚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我神 我从来就没有记你这些事 我看你是 是吧 神会除去我们一切的周围 抚平我们的一切的畅商 插进我们一切的眼 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 他就这么爱我们 他不看我们这些东西 不属了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会知道 神会知道 是吧 这是你跟神的关系 当然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一个团体里边 大家也会知道 一个被简写的人 他是有印记 是吧 他会活出印记 他会活出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印记 你发现这个人不一样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 乃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燕子姐妹你也是这样 所以呢 我鼓励你啊 无论是牧师也罢 你的属灵的长辈也罢 你要爱他们 如若有可能将来 恢复跟他们的关系 是吧 哪怕是你不再回教会了 是吧 这些呢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 你不要里头有伤害 是吧 这个不要里头有伤害 然后可以跟他们修复 在基督里头的 那种美好的生命关系 是吧 也尊重他们的属灵的权柄 他们的俗事 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容易 很多教会的牧者们 是吧 其实他们也都特别不容易 所以呢 这个要要也尊重他们的属灵的 威风和权力 是吧 然后如果能够修复他们 这不是说眼前你马上就要去做 不是 这个看成下给你的力量和你的感动 首先还是什么呢 你要跟跟神和好 你要跟神和好 如果你确信自己是被捐血的 你就要紧紧的抓住 要紧紧的抓住 那神你就要知道 神是永远不会放弃你的 你要记住这个真理 你不要说今天我乖 这个我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女儿 今天我不乖了 就不再是女儿了 有这种事吗 没有 对吧 你当年也叛逆过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女儿经常 我有的时候 我说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 但是说完了之后了 我还是拥抱她 那是我的气 那是我的血系 但是我仍然在主里面爱你 是吧 你也一样 我们的主也是 我们是他的女儿 是他被捐血的 永不会放弃 你要抓住这个真理 抓住这个恩典 而不是说 我今天不乖 肯定就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永远不会 好吧 这个求神祝福你 也在基督里头 这个祝福我们燕子姐妹 以及所有的 今天我们在线的 受过伤的弟兄姐妹 我们耶稣的这个 是吧 因为耶稣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阿们 谢谢 谢谢你张老师 谢谢 感谢主 这个姚毅啊 叶文啊 这个姚毅 说能不能给他两分钟 好 姚毅给你最后两分钟 好不好 谢谢主 嗯 姚毅打开你的 打开你的 好 声音 好 听说 张老师 中文好 然后 我就是 有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听您的课程 就一直 听到这个 加尔文主义 我就 听得行吗 因为我现在在外面 我不知道那个 赵老师 听得清楚吧 因为我在外面 听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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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是说 听这个 加尔文主义 就想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呢 呃 就是我们江西的 丢子妹嘛 然后就会 呃 就线上嘛 线上我们会一起 那个 一起成读 一起读一些 属灵的书籍啊 这些啊 然后呃 我就想 问一下 就是关于想 了解 先把它读完 然后这个 这是经典的吧 先冲这个路门 是吧 也不要听 这个讲 那个讲 先把他的这个 这个 先把他的书 啊 经典的书看完 是吧 然后再慢慢 再说 哦 好的 好的 明白 好 谢谢 好的 嘿嘿 谢谢姚毅啊 这个也谢谢 我们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到这呢 就正式结束了 我们依然是在歌声中 啊 跟大家告别 然后我们下周四呢 啊 每周一刻再见